界观中提出了多层的神仙系谱作为人间修正的最后归去,这一些客观世界结构的宇宙论知识的查知,对于本体论观念的形塑是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的理论意义的, 本体论的终极实相的观念确立是一个在宇宙论知识间架下的确知,是一个宇宙本体论,是在宇宙论知识背景下的本体论的确知, 于是,在中国儒世道三学中除了儒家哲学是一个现实关怀优位的理论体系以外,道佛两家则都是一个基于宇宙论探知之后的人生哲学建构, 于是便只有儒家哲学的极限时世界而论说应然关怀的意理形态是符应于穆先生为时有立法的哲学要求。 一旦当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意理确立后便是一个功夫论与境界论的论理发展, 而在功夫境界哲学的研译中, 论究功夫实践活动的要义是一个当下自身的体振与践行, 是一个以主体自觉的发生为第一要义的活动的格式, 自觉是一个对于本体实相的体觉, 体觉于本体实相的内政自立中发生起功夫活动的格式, 这是由性说心,也是以心显性, 从论理的进程中说本体论作为功夫主体的证悟奇象, 从活动的进程中说功夫主体的彰显本体, 至于宇宙论的知识尖价的使用则是作为一个广大的存在的背景, 与功夫历程中实作的进展, 但是当世界观的论究指在于现实世界的系统内言说时, 这个反应于宇宙论知识尖价的功夫历程与境界展现变较不明显, 如如学之系统。 如果是一多众世界观中的宇宙论知识尖价作为功夫实作的背景的形态者, 则在主体的自觉体正的发用中将逐步打开存有着身形神魂的宇宙论形变之形状, 如道佛之系统。 此集从人体宇宙学中建立的存有着变化之论说, 这并不是一个将功夫的活动交给宇宙论的要求下的论理, 并不是宇宙论中的超越意志来命定要求决定功夫实践, 而是功夫实践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历程中显现出存有着 在宇宙论中的定位的改变, 这是一个人在宇宙论中的地位的探言之学, 这是中国道佛两家特有的实践哲学的另一层异理模型。 穆先生的究理石友之学, 因为意其始便是一个本体论本位的存有论思维, 因此即就中国如是道各家之存在观念的理论体系中要求其体系对时有问题有意表态, 然而, 论理的范域实则各家不一, 庄子逍遥游中的遥网见四字秒姑舍山 咬然丧其天下之说即为一最显明正, 秒姑舍山为一神仙的生活世界, 对于现实世界的天下概念的价值系统因之随而改变, 以及庄子本体论的造化逍遥观念便已到通位一的形态取消一切现实世俗世界的观照心理, 因此,即便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的根源问题仍是一整体世界的终极石乡的关怀, 但是关怀的起点无论如何更以先在地决定于各家的宇宙论世界观的前提了,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研探木先生论证时有的哲学问题意识, 并以儒家的道德意志作为现实时有之根源之论理正立之说, 便发现了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取向关怀的问题, 世界时有是否应当作为一切理论建构的阿基米的的起点,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世界观的定位标准何在? 道佛两家显然有着与儒者不一样的世界观, 在不一样的世界观下的本体实证之解物观点意必然不同, 哲学论理的进行意可谓为一个自证元熟之论理系统, 各家各自依据其世界观察之之知识兼价而构作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之理论体系, 形态定然有益, 因为基础认知不同, 故而亦造成根本关怀之不同。 如欲要求共同问题之意见表态而众未建构叛教标准者则多深误解。 但是建构回应共同问题的叛教标准又实为一切哲学研究创进发展之必然情势, 于是论究创教标准之相应与否及准确与否便是对于新哲学体系建构的当然要求。 在相应性及准确性的探求之下, 我们认为论究世界时有知哲学问题意识并不是道佛两家的终极问题, 因为体系中的宇宙论知识兼价已然明白地昭告了世界的结构是一个在气化流变中的多重与在新时流变中的多元, 本体论的探究便将集在此一多重多元的世界结构中亦是其中即时相的确意, 佛家体苦与空, 庄子体通与权, 儒家则集在现实经验世界中体正道德, 至于证明世界时相的工作则是落实于功夫活动中的境界追求, 并非一知识活动中的概念定义, 各家各自发展功夫时正实相, 当存有者的功夫纯熟, 境界完满之计, 以及是存有者与整体存在界的宇宙秩序心灵同合为一知计, 即传统中所说的天人合一之境之达之时, 这时真正是一个宇宙秩序及个人秩序, 个人存在及宇宙存在, 人的完成及世界的完成的天人合一之境, 这是一传中言于大人境界之说者意识佛教哲学中言于佛性概念及佛生观者, 一即时有意识时为意源自西洋哲学的问题意识, 九,中国哲学的人生哲学本位的哲学意识时为意识相意识, 西方论究时有, 以整个经验世界为对象所做的探讨, 在百拉图中分位两层, 在亚里士多德中极旧时在世界而言一实体之范畴学, 即由形式与植料应构作亦存在的连续等级而上达上帝下气源出植料, 使兵诺莎说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莱布尼兹说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之最好的, 然而康德却说我们只能诉诸上帝射准来保证世界之实有存在, 于是穆先生诉诸一创生实体的普遍道德性意志理性来保证世界实在性, 至于中国本位传统的道家系统之世界观, 则由秦汉之际起及一再的直接论说宇宙发生的阶次历程, 如太初太素太义诸说者, 世界实存以为一先在的事实, 并不从事于在知识概念的定义脉络中去论证其实有, 并不像西洋哲学所有的论说实有时为为实有而奋战的论理关怀心灵, 当现实的经验本身不足以断说实在之时, 则求诸于一超越实体及上帝概念来保证实有, 并因此基于对于上帝概念的不同定义而发展出各家不同的实在与现象关系的形上学体系, 或为百拉图的理型与经验之两重, 或为万有在神论或泛神论系统的统一世界观, 或为单子论的多元世界观, 或为绝对精神发展的辩证实观。 但是中国哲学的人生哲学本位之论理关怀是首先定位在对于生活世界的实相的确立, 由之而定位价值, 由之而确立生活标的, 儒家及于现实世界确立价值标的之工作心灵意首先并非为正说世界之实也, 而乃首先为确立道德信念之为实相者也, 一旦道德信念为其确立,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建构人存有者的价值追求活动之一切需求理论, 孔子说境界梦子说功夫中庸说本体意传说宇宙, 这都是集在现实世界的道德意识以为先在地确定为世界实相之后的论理构作, 所以世界实相的问题不是中国哲学论理的起点, 世界实相的问题才是论理的标的物, 道德意志作为实相的标的物是儒家系统的正量, 通与权是庄子的正量, 苦空是佛家的正量, 各家皆有正量, 本体论中极实相的正量来自实践的体物与宇宙论知识的先在背景, 理解本体论的进路需诉诸宇宙论, 证明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理论需在功夫实践中, 所以中国哲学义都是一个实践哲学的进路, 统合实践学与形上学的论说乃会聚于境界哲学, 在中国哲学的实际展现之中, 中国哲学的一切形上学语言都是境界的展现之学的语言, 形上语言及境界语言, 故而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即是境界哲学, 价值心灵的多种表述时为各家展现本体实相的正量, 使有问题应退位, 成为一个论理的虚位。 使各家独立的宇宙论知识得以显出其在理论体系中的应有之决定者地位, 负在以整体存在界的观照, 论究实相, 而不论究实有, 因此道德创生形态之实相亦只为实相形态之一, 其并未有意理之优位。 当然, 就穆先生而言, 存有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关切便是一个对于实有之奋战, 必须即在理论体系中解释世界实存的一理基础, 对于此一基本观点, 我们有两种方案来予以对应, 其一为搁置存有论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诠释模型中的术语使用, 另以本体论与宇宙论两种问题意识来替代, 本体论指论究本体实相, 世界实有与否, 世界结构如何, 在什么层次上言说世界的整体问题, 等, 则交给宇宙论系统与以论说, 其二为解消时有问题与存有论问题在概念分析上的同意定义, 存有论只为关切整体存在的实相问题, 实存与否以及如何实存的问题成为另一层的理论问题, 使存有论只等同于本体论问题, 使宇宙论问题独立于存有论问题之外。 如此, 则儒家哲学所论理诚实的世界时有于道德意志之理论形态成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诸理论形态之一, 如此将更可相应于对道佛哲学之权解, 亦能使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义理建构更有进程。 关于前所论究之第二个问题, 即如家是否即为实有而道佛是否即非实有之学。 我们认为, 当我们以中国哲学为一对于世界时向之追求之学之时, 中国如是道三学即以皆为意识有之学, 此意识有之意义则等同于价值标的集中集意义之意, 而沐先生之时有之学则只为经验现象界之实在性之时有, 虽然沐先生已存有论之元属指在儒家道德创生意中, 道佛皆为与正说及此, 实则道佛有本体论之探究即有其对于存在世界之中即确定, 有确定就有意义,就有价值,就有追求的标的,就有人身的理想, 就在人存有者之功夫实践中点化了整体存在界的意义理念, 此时无论现实经验世界在道佛系统中从其自家宇宙论观点下事实有恒在还是生灭变化不已者皆已不是第一序的事, 使其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焦点了。 一庄子,世界是一逍遥自是无目的有巧妙的造化安排, 修正者体此自在即是价值之标的,即是境界之完美, 即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化了存在的整体。 世界存在的客观现实是为仪器变通流中的轮转无穷, 事实乎是虚乎都已经交代了存在之学, 使有与否更硬归结于宇宙论知识的论理探究, 即在宇宙论知识兼价中来论究本体实乡才是中国哲学各家意理理解的要点, 即在本体实乡中的功夫实践及境界完成便正是各家对于世界理想的落实, 便是使世界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理想可以追求的意理对象, 此时个人要接受哪一种理想的追求便是个人自己的选择了, 而哲学研究之任务便是将各家的理想价值之中即 已经经由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宣说而语确立, 并经由功夫哲学及境界哲学的实践及展现而予以证成, 当然,真正的证成只能是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的完成, 理论中所言说的证成都只是一套言语系统而已。 九,对穆先生在天台学中的存有论建构之重新检讨。 穆先生以天台学的一念无明法信心之极三千世界而成佛之说作为佛教存有论的原教毅理之形态, 此说中首先是将三千世界的天台概念作为一性据说下的存在之整体, 从此一步再来论究天台成佛观之是否保住了存在之论题时。 然而,一念三千之三千世界之说在天台本是一一心三观之功夫哲学下的观法因缘, 三千并非针对存在界之实指之说, 天台并未对于存在界之整体进行一宇宙论世之之事建构之工作, 三千是一浮动的境界, 是天台只观功夫中的修行者的心念广设, 欲其念律范欲之广大, 即三千世界而收射一心之中乃本于信中之所具, 因此得保一切修正之可能, 故云时界互聚, 而得及九法界而成佛, 故斥华言为原理断久, 即佛应不坏恶法门而成佛, 此中所论皆为天台功夫哲学思维脉络下之一理进程, 因此使法界即法界互聚而成之百界即复合时如是之千如是即复合三世界之三千世界之说皆为界而一念的信聚含符, 并非存在世界的客观的法, 依佛教教义本怀, 时无法的客观存在之说可立者, 信聚之聚仍是心聚即是念聚, 若无一念清净之般若智之真定赦助, 即是弥界因缘, 此一念是一无明之念, 虽然天台加义提出一念无明法性心之说已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 然此皆为能即为为天台加在做存在界的证说活动, 而只能认知卫义功夫活动中的心念转设之功夫, 即是无明即不正立存在, 即不正立存在, 又如何安心于其保住存在呢? 是佛教教义系统者即不应有对存在介于已保住之论理, 修行者可以及于一切无明之念时中而转然归境, 但是从不保住已无明染时而起现之一切存在。 穆先生之存有论哲学问题意识中先在地以一切存有论系统必须论至存在之法的安利及必然而后可, 于是以天台性据说来批评华言原理断九世说天台及九法界而成佛之说是保住了存在, 但是天台保住了存在了吗? 天台批评华言原理断九之说是佛教教义内部之功夫征颂, 其实天台是功夫论的关切而华言是境界论的关切, 简单的说, 即依天台系统而成佛之成佛境界者之境界本身之哲学问题依然是一个佛教教义里的哲学问题, 成佛的境界当然只是就佛境界而为言说的一任清静法的存在, 其一旦称性而起, 则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此只成佛者之任运的境遇乃称性而起者, 称性而起依其而有法之存在, 为其之法即无有存在, 依佛境界而言如何须有不在佛性境界之外之存在, 此岂非亦矛盾命题, 此华言一境界哲学之言说 而天台一功夫哲学之言说 而穆先生皆平面地都以之为存有论之言说, 一在天台之功夫涉受之念据之境中论里存在 一在华言佛境之性起展步中论里存在, 此皆非为佛教教义论里存在之准确位置 佛教论里存在之说实无定说, 即在天台学中亦未能尽说, 天台乃依禅观尽录之功夫哲学建立宗派, 由一心三观三地圆融至信据三千不断性恶诸说 一路下来皆知已现有之佛教教义系统中之得位言说存在界之一般说法系统下来说功夫之静静者是, 佛教存在之说因者其为无名其限之源起论的宇宙学故而绝无定相宇宙之可能, 故而华言由境界哲学入路之时即已法界缘起说 亦重重无尽之世界观者, 因此即于一切存在而成佛之宝柱存在之说并非佛教教义之重点, 即于一切境界而皆得成佛之说才是佛教论理之重心所在, 天台之时法界互聚之说原为言说存有者之心念流转之可能, 并从而论说存有者之在一切境界即此时法界中之皆能成佛, 只要在任意法界之存有者心念能全全守在佛法界中之即可。 对存有者而言, 其存处于哪一个存在界以及存在于哪一个法界其实也是自心流转之自造业果, 因此任意法界之存在皆无存在之必然, 既无必然则无从宝柱, 宝柱一说就佛教教义而言实为多此一说, 天台并不论说存在, 天台实为论说功夫之可能而强调即于一切法界 以及存有者自身所处之世界 以及任意境界之当下皆乃可能成佛者。 天台并不论说存在故即无有保住存在。 穆先生认为佛教存有论要得成立必须说即存在并保住存在这是一回事, 天台是否说即存在即说尽存在更在成佛功夫作用中保住存在这是另一回事, 依慕先生之理论关切, 一切存有论意理之成熟, 必须即在存在诸法中使其有存在的创生即存在的必然, 而此即唯有道德意识为唯一可能之存有论原理, 即以道德意识本身为一创生意志之实然作用而与整体存在一创生且必然之保证, 即此之故, 佛教存有论系统中并不具备此一创生性意志之道德意识, 其各系统中之最高存有原理以及最高本体范畴之作用旨在呈现存在诸法之如实而然而已, 当其如实而然之计之功夫活动如能使诸法之存在皆的一成佛原境之完成者即为宝珠存在之原教义理系统, 此天台即三千世界而成佛之说之可贵者, 然天台之即三千世界成佛之说乃修正者之德即于任意境界皆成佛之说者, 非为任意法界之当有一众生成佛之计即全体是佛, 因此天台并未进行保住诸法存在之论理工程, 即便天台后其思想中发挥佛不断性恶岂能坏酒断酒及批评华言未原理断酒之诸说中, 亦只能保证任意存在法界之众生皆有成佛之可能, 并未保证任意法界之存在未亦存在上知必然。 人存有者或任意存有者可有在一切处的成佛之可能, 成佛者得有在一切处对一切存有者皆度其成佛之愿量, 但并不表示成佛者对一切存在之法将于已存在之宝珠, 作为存在之法之法界观念在天台一念三千观法中拉开来的 是一个正法心念的量欲,三千在理是一个修正者的心念在般若空观之实相如理之境中, 转一切恶法为中道正观,不是正一切存在未存在之必然, 般若思维即于一切处而观其如实婉然之功夫实作之活动者乃因空观之本身即为不住之绝对思维, 不住善不住恶不住地寓意不住于佛, 住即有对有对即二佛法不二即般若思维中定于清静境界之中, 故般若思维之发动即的于一切存在之境界中当下转化, 天台家本位般若学之法脉, 般若学思维中即空即假即中的三地圆融思维之发动即在当下一念中无论性具三千皆的三千在理, 因此在功夫的发动中即一切法而有成佛之可能, 但是这并不是就一切法而正其为实, 即便是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之说者, 亦皆需在亦功夫十座之境界寒舍之状态中才可, 并非亦只是行上学的客观论理, 而是亦在功夫境界十座下的言说, 言说其一切存有者得及于一切存在处境中之境界而当下使其清静无染者。 穆先生在存有论原成的一理兴趣的强烈信念中, 迫使本来只在功夫境界中言说的天台禅观法门之学转成天台形而上学而易出的为天台论说了客观存在之存有论哲学, 同样的在华言言说成佛境界的法界缘起一切清静之佛境界之说中意转化之为一言说客观的存在界之存有论哲学, 又窄化其随缘起限之境界创造在未创造处有益存在学上的法界挂漏。 10. 结论 穆先生的哲学体系宏大绵密,理论进行之层次过多, 欲由一篇短文简单结构之时非可能, 更遑论批判及解构, 本书四章将再次讨论穆先生的哲学观念。 1. 参见其言, 你要解脱,表示你的断德, 也要就这三千世间法而解脱。 所以,当我解脱的时候, 当我表现般若的时候, 当我成法身的时候, 那一切法都在我这个般若解脱法身里面保住了。 2. 这里面却有妙趣, 不要说你修行道了, 你就是了解到这一套也很美。 3. 这比上帝的创造美多了, 甚至比天命不已的创造还美。 3. 但我并不做佛弟子, 我还是赞成儒家这一套, 这才能心安, 才是安身立命之处。 穆宗三,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231。 2. 参见其言, 照儒家的立场, 肯定这个世界继续下去, 最后根据是道德的创造性, Moral Creativity。 所以儒家一定肯定道体, 这个就是道体的所在。 道德的创造性直接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道德意志, 道德心性而显。 客观的讲究是天命不已, 天命不已就是创造不已。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117, 另言, 我们不想这个世界崩溃, 是靠有一个鱼目不已的天命在后面运用, 不停止的运用, 那么, 这个鱼目不已的天命从哪里证实呢? 最重要的是从孔子所讲的, 人, 与孟子所讲道德的心性。 儒家讲人, 讲心性之学。 人, 是生道, 心性之学就是显最根本而亲切的道德创造性, 道德创造性从我们的道德心性而显。 拿这个道德心性的创造性证实天命不已的那个创造性。 这一套本体宇宙论没有像西方独立的分别的从, 存在, to be, 那个地方讲ontology, 也没有分别的从上帝那里讲cosmology, 它是本体宇宙论和而为一的讲。 本体宇宙论和而为一的表示, 哪些句子表示呢? 就是甘团所说, 大灾甘元, 万物滋始, 甘道变化, 各正性命, 饱和泰和, 乃力真。 这就是本体宇宙论和一的一个创造的过程。 甘挂的四德, 元, 亨, 力, 真, 四个字也是表示一个本体宇宙论的过程, ontocosmological process。 这是异传表示, 中庸怎么表示呢? 中庸从, 臣, 表示, 臣者, 物之忠实, 不臣无物, 第二十五章 为天下至臣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欲, 则可以与天地参与, 第二十二章 其次至躯, 躯能有臣 臣则行, 行则者, 者则明, 明则动, 动则变, 变则化, 为天下至臣为能化, 第二十三章。 这些话都是表示一个本体宇宙论的创造过程, 拿, 臣, 来贯穿, 这不是很具体吗? 一传是拿, 大哉前缘, 来贯穿, 臣, 前缘, 就等于西方上帝那个地位。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夜一一八一一九。 三, 参见其言, 我称到家的行而上学是境界形态的行上学, 不是时有形态的行上学。 西方的行上学, 如家的行上学都时有形态, 但到家不是时有形态。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夜七十三。 四, 参见其言, 道德的行上学, Moral Metaphysics, 是以行上学做主, 道德的行上学就是通过道德的入路建立行上学。 行上学是对天地万物有一个交代, 有一个说明。 行上学包括本体论与宇宙论, 就是对着天地万物说。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页五十三, 另言, 道德的行上学是指康德所说的超越的行而上学讲。 行而上学有两部分, 一个内在的行而上学, 一个超越的行而上学。 这个超越是超绝的意思。 超越的行而上学讲上帝存在, 灵魂不灭, 自由意志。 超越的是超离经验, 因为上帝存在, 灵魂不灭, 自由意志是超离经验的, 经验所达不到的。 康德除超越的行上学之外, 还有一个内在的行上学。 内在, immanent, 对那个, 超越, 讲, immanent一作, 内在的, 不太恰当, immanent是内止的意思, 经验范围内的意思。 在康德, 这等于对知性的纯粹的分解, 讲范畴那部分, 讲范畴那部分都是内在的行上学。 就是传统讲的ontology, 到康德来一个转化, 把ontology转化成对知性的超越的分解, 代替以往的ontology。 以往的ontology讲本体, 因果, 时间, 空间。 照康德看, 这种形而上学是内在的行上学, immanent metaphysics, 是现实经验范围之内的, 内在的行上学所说明的天地万物都是在经验范围内的。 慕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五十六。 五, 参见其言, 中国的存有论, 本体宇宙论, 是动态的。 慕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九十四, 另言, 中国人从什么地方表现存在呢? 就是从, 身, 字表示, 身, 也是个动词, 身就是个体存在。 这样了解存在是动态的了解, 所以儒家讲, 身身不息, 身身不息, 不是动态吗? 因为是动态的讲, 所以讲本体论就含着宇宙论, 中国人本体论宇宙论是连在一起讲, 没有分开来成两种学问。 但西方人讲形而上学分本体论, Ontology, 和宇宙论, Cosmology, 慕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夜九十五, 另言, 中国人的传统从, 身, 讲存在, 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别讲的本体论与宇宙论, 它是本体宇宙论和而为一的讲, 成本体宇宙论。 这是动态的讲法。 慕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夜一百一十七。 六, 参见,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年三版。 另见其言, 照康德讲的法, 人没有, 智的直觉, intellectual intuition, 这种能力。 智的直觉是直接看到, 而且这个直觉不是认知的, 不只是看到的。 他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出现, 上帝看到这张桌子, 他就创造这张桌子, 因为上帝是个创造原理, 所以智的直觉是一个创造原则, 不是个认知原则, 不是个认知原则, 不是个呈现原则。 这种意义的智的直觉, 中国人也有, 而且如是道三教都肯定人有智的直觉。 从道家的玄智, 从佛教的实相般若, 从儒家讲人, 讲良知而发的直觉, 统统是智的直觉。 智的直觉不是个认知的能力, 它是个创造的能力, 所以从这个地方讲创造性。 穆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193。 7、参见, 中国哲学19讲, 台湾学生书局。 8、参见其言, 基督教说上帝, 儒家说, 天命不已, 事实有形态, 那叫做实有形态的形上学, Being, Form, Metaphysics, 或存有形态的形上学。 西方的形而上学, 从希腊开始, 不管是存有论, 说本体论也可以, 宇宙论, 统统事实有形态。 穆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17期, 另言, 西方形上学统统事实有形态, 不管唯心论, 唯物论, 近代的, 古代的, 都是实有形态。 境界形态译成英文很困难, 因为西方没有这个形态, 中国先秦经典也没有, 境界, 这个词。 境界这个名词从佛教来, 但我们平常说, 境界, 跟原初佛教说的, 境界, 也不一样。 现在用一般人了解的普通意义来说, 境界, 是从主观方面的心境上讲。 境界形态我一做, Fission Form, 就是说你自己的修行达到某一个层次或水平, 你就根据你的层次或水平看世界, 你达到了这个水平, 你就这样看世界, 你若在另一水平中看, 你的看法就不一样。 你看到的世界是根据你自己主体的升降而有升降, 这就叫做境界形态。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夜七时期。 九, 参见其言, 西方人依时有之录讲行上学, Metaphysics in the line of being, 西方形而上学一开始就从有, being, 着眼, 为什么讲有呢? 什么叫有呢? 有, 是从动词, to be, 来。 中文没有动词, to be, 那么, 中文怎么了解这个存有论, ontology, 呢? 文字没有, 但思想意理总可以接触到这个道理。 中国的存有论, 本体宇宙论, 是动态的。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夜九十四。 十, 参见其言, 通过, 动力因, 来说明天地万物的存在, 照佛教讲就是说明一切法的存在。 这一切法的存在, 不管是阿赖耶缘起或是如来藏缘起, 一切法的出现最重要的就要靠无明, 还是原初的夜感缘起, 从无明开始。 所以, 照佛教讲, 这个, 动力因, 既不是靠上帝, 也不是, 天命不已, 也不是到家的那个, 无, 而是无明。 由无明而有一切法。 那么我们修行成佛, 成佛就要从无明中解脱, 那么, 我们成佛以后, 一切法还保住保不住呢?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 这个地方佛教提出一个原教, 达到真正的原教, 才能保住一切法。 没有达到真正原教的时候, 一切法统统保不住, 就是说从无明所缘起的天地万物一切法到时候断掉, 没有了。 这就保不住了, 没有必然性。 没有必然性怎么成呢? 因为佛教不是断灭主义。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夜228、229, 另言, 我们修行成佛是就着法而修行, 就着法修行把你的病去掉, 这个法并没有去掉, 是怎样能够把这个法圆满起来? 就着法而修行就是说没有一个法可以离开。 就这一切法而成佛, 在成佛的过程中就把一切法保得住。 你觉悟时候也不是说离开这个生死海, 就着这个生死海而成佛。 那么, 成佛的时候一切法统统干净了, 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把一切法保住。 假定成佛的道路不是原教, 你还是保不住。 成佛要是原教才能保住一切法。 这个原教的意义就是天台宗所表达的。 穆宗三、四音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也两百二十九, 令言, 你要解脱, 表示你的断德, 也要就着三千世间法而解脱。 所以, 当我解脱的时候, 当我表现般若的时候, 当我成法身的时候, 那一切法都在我这个般若解脱法身里面保住了。 这里面却有妙趣, 不要说你修行道了, 你就是了解到这一套也很美。 这比上帝的创造美多了, 甚至比, 天命不已, 的创造还美。 但我并不做佛弟子, 我还是赞成儒家这一套, 这才能心安, 才是安身立命之处。 慕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页两百三十一, 令言, 三千果成, 咸称常乐, 你通过修行达到佛果的时候, 三千法统统是常乐, 不但你的法身常乐, 三千法统统是常乐, 统统纯洁化。 这样你才能保住三千世间法。 保住三千世间法, 佛教式的存有论才能够出现, 才完整。 慕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页两百三十二, 三千两百五, 八零三, 一三二OK九, Text斜线, HTML, 二十九, Friday, 二十六, November, 二千零一十五点五十分五十一秒, GMT28, 二千零三十四CC-139B9年四月九十五, 一一四一零B4C0003heights, 五千八百零三十三,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对目宗三权是周连西的方法论反省,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世易,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儒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 真元六书, 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 真元六书, 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朱希与陈宜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与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朱希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一世,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S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对木宗三权势周连西的方法论反省,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 摘要,略, 关键字,略, 大纲, 1. 前言 2. 圆教的形上学之诠释立场 3. 直观的宇宙论 4. 由成体坛联系的入路与限制 5. 气质之性的概念定位 6. 私的功夫论问题 7. 无极而太极解 8. 结论 1. 前言 本文讨论木宗三先生, 心体与性体, 书中对周连西的诠释意见, 重点在对其做方法论的反省。 本文是笔者将一系列讨论木先生, 心体与性体, 制作的专文之一, 本文的工作方式为将木先生的诠释意见 作重要议题的深入讨论, 一方面呈现木先生思路的特点, 二方面依据笔者的方法论解释架构 提出反省的意见。 企图使宋明如学的诠释, 在深受木先生影响下的形象能有所转换。 以下各节讨论论议题都是来自木先生建构周连西哲学的重点项目, 这些项目将能呈现木先生思路的特点, 也将能借此表达笔者对其思路的检讨意见。 二、原教的形上学之诠释立场。 木先生讨论宋明如学, 在其专注《心体与性体》中就从从周敦仪开始, 其言本书全表宋明《心性之学》, 从北宋起, 直接断字周连西。 以木先生此处使用《心性之学》的概念, 这同时也是劳斯光先生最重视的概念, 然而在木先生全书讨论中, 《心性之学》的概念却不如其他项, 道德的形上学, 纵贯系统, 原教系统, 本体宇宙论, 等概念的使用频繁, 《心性之学》固然是他讨论的起点, 但是形上学的思路才是最具主导性的。 一级劳斯光先生所重的《心性论》, 概念, 虽亦为木先生所重, 但它更主要是以建立, 形上学, 系统为定位宋明如学的纲领。 木先生说, 无经纸名言, 中国文化生命发展至北宋, 以借弘扬儒家内圣之学之时, 此为历史运会之自然的所迫制者。 因是历史运会之自然的所迫制, 故联系之学虽无失尘, 而心态相应, 出与集合。 而, 所谓心态相应, 生命相应者, 时及道德意识之火醒。 道德意识中含有道德主体之挺力, 德性动员之开发, 德性人格, 德性之体现者, 之极致。 三, 木先生所说的历史条件, 只能说是他自己的历史判断的意见, 并无证据也无法证明, 真正能做的就是对宋明如学系统的理解与诠释意图而已, 而这也正是最重要的工作。 至于所说的心态部分, 木先生指指就是对道德意识的理解, 以及主体的道德实践与达至最高境界的事实。 而这几句话其实也就是整个木先生宋明如学思考的问题意识之总纲领, 包括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主体实践的功夫论, 实践完成的境界哲学。 但是, 笔者虽以上述三种哲学基本问题定位这几句话, 但在木先生的处理中, 却是以一套道德行上学的原教系统, 以收管支, 以及这些都被木先生收编在 一套形上学解释体系中了。 并且, 木先生因着要以形上学形态定位周连希之学 以及其他宋明如学系统, 而对于曾由劳斯光先生提出的 《星性论中心》的解释架构, 以批评周敦一位 《宇宙论中心》之说, 木先生十分反对, 因此展开大篇幅的批评, 其言。 而周子之默契此意, 则自中庸, 后半部, 与异转入。 中庸异转者是先秦儒家既成伦与孟子而来之后, 其之冲其极之发展。 所谓, 冲其极, 是通过孔子见人以知天, 孟子尽心知性以知天, 而由人与性以通彻, 于目不已, 知天命, 是则天道天命与人, 性打成一片, 贯通而为一, 此则无意明曰天道性命相贯通, 故道得主体顿时即需普而为绝对之大主, 非只主宰无人之生命, 实义主宰宇宙之生命, 故必涵盖乾坤, 妙万物而未言, 遂亦必有对于天道天命之彻物, 此若以经语言之, 即由道德的主体而透制其形而上的与宇宙论的意义。 四 以上申说周敦宜从中庸, 异传, 契入仙情儒家的思想脉络, 而中庸, 异传, 的角色已经是仙情儒家继承孔梦精神之后向天道发展的述作, 以及由孔梦言人言性之作向天道衍生而贯通之。 如果说在孔梦之处就是道德主体的实践活动的发挥, 那么道, 中庸, 异传, 处就是提升这个主体的发挥使得它也具备主宰天地万物的意义, 故道德主体顿时极须朴而畏绝对之大主, 非只主宰无人之生命, 实义主宰宇宙之生命, 那就是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有了对整体存在界的大彻大物而身体之, 因而能, 由道德的主体而透制其形而上的与宇宙论的意义。 此处应特别注意的是, 穆先生自己的话语中万分明白地表示了这是由道德主体而感知, 体知形上学, 宇宙论的意义, 也就是说, 中庸, 异传, 的形上学宇宙论形态的命题是经由孔梦的道德主体之见人静心的功夫活动而彻悟了天道的意义。 因而说出了天道的客观性真相, 因而有了形上学宇宙论的建构, 所以, 中庸, 异传, 的形上学宇宙论建构是因着实践而有的建构, 本身与实践无法割离, 没有实践就没有这一套形上学宇宙论。 笔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 穆先生此说差不多就把, 中庸, 异传, 的, 形上学, 宇宙论, 说成了使一套孔梦心性, 功夫论, 向下所辖的系统了, 因此也就预含了功夫做的最好的圣人, 其所感知体质的形上学宇宙论也就是最圆满的系统, 但是, 这就又再度将, 形上学, 宇宙论, 说成了使, 境界论, 向下所辖的系统了。 因此, 一切都还是要回到主体的实践中, 才能确定这, 中庸, 异传, 这一套形上学宇宙论的知识地位。 也因此, 穆先生批评了劳斯光先生极力主张的思路, 以及是以, 中庸, 异传, 为孔梦心性论下的形上学宇宙论之说, 其言, 若是表面观之, 此言若为空头的外在的宇宙论之兴趣, 而特为某种现实感特强者所不喜, 亦为诱于道德欲, 人文界, 而未能通透彻至其己者所生厌。 实则此种不喜与生厌中之歌节 既非先情如家一脉相成开朗无碍之智慧之全貌, 亦非北宋诸如体悟天道天命之实义。 是以若以西方哲学康德前之外在的非批判的形上学室之物也, 明知曰宇宙论中心者亦物也, 又于人文, 且敢于现实, 而不准涉足乎此者亦非儒家道德亦是中道德主体之含量之本意, 此为道德之局限, 而非儒家开朗无碍之道德智慧也。 5. 劳先生依据康德哲学的思路, 将行上学, 宇宙论的哲学系统, 视为不能正成自身的普遍原理的哲学, 因此是从恐梦心性论之言于实践活动的哲学下的堕落系统, 一级, 劳先生并未将, 中庸, 异传, 视为如沐先生所说的视为由恐梦心性论之实践所体悟感知的整体存在界的意义, 而是外在的, 客观的, 独断的, 与实践无关的系统。 逼者以为, 庸, 亦, 行上学宇宙论当然是一套外在的客观的学习, 系统, 只是它的被认识, 被确定, 被证实的路径是由主体的实践活动而得的, 但是它与主体的实践理论仍有重大的理论内在关系, 此即是作为主体实践活动的客观理据。 一级理论系统上说, 行上学宇宙论是功夫论的理由依据, 而从命题正成的角度说, 实践活动是正成行上学命题之为普遍有效的途径。 所以, 实践活动从经验上正成行上学命题为真实的, 行上学命题从理论上保证功夫理论为有效的, 功夫理论提供实践的方法知识, 主体实际去从事实践活动, 呆其成功则正成了其行上学命题, 甚至包括功夫理论的真实有效性。 因此, 劳先生看到了行上学理论的外在客观性, 却忽略了它有可以被主体内在正成为真的可能性。 穆宗三先生看到了它有可以被正成为真的必然性, 却忽略了它自身作为理论存在的独立性特质, 而不断地将行上学与功夫论和境界论结合共构, 于是将一套客观行上学系统说成了一套谈主体实践的功夫境界理论。 参见其言 开朗无碍之道德智慧必透至此而始充其极, 必充其极始能得圆满。 圆满者圣人见人知天圆教知敬也。 此圆教知敬, 中庸一传圣发之, 北宋诸如极器皆此敬而立言。 故其彻悟天道天命而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与宇宙论的意义, 是圆教义, 非是空头的外在的形而上学, 亦非泛宇宙论中心也。 道德主体既如此, 则就得性动员之开发言, 此道德主体作, 绝对之大主者, 即是道德的创造, 亦即真实创造, 之真集。 圣之学, 心性之学, 为是开辟此道德创造之真集以, 无人之大主, 亦且为宇宙之大主。 而理不空言, 道不虚弦, 必以德性人格以实之。 德性人格者即体现此大主, 体现此创造真集之谓也。 体现之即至即为圣。 圆教者亦相应圣人境界而言也。 故如家道德哲学之有形上的意义与宇宙论的意义, 必依见人之天之圆教而理解始不悟, 亦离乎此, 则迷茫而乱矣。 六 本文之内容, 时已揭示穆先生整个如学思维的总纲, 以及孔子的贱人与孟子的静心, 将不仅只是道德实践主体的真实作为, 更且同时要成为客观世界的活动意义, 因此主体的实践有客观型上学及宇宙论的意义在, 即主体的实践活动甚至也已经是整体存在界的活动的主宰, 主体体现道德意志而为实践活动, 整体存在界意因此体现其道德意义, 整体存在界的道德存在意义由主体的实践而呈现并由之而主宰之, 主体的实践达至究竟至极之禁时, 即是整体存在界的存在及活动意义达至究竟圆满之时, 此即圣人之作为, 更亦为原教义之行上学, 以及说圣人境界与说行上学的圆满极致之学变成了同一件事, 但也因此儒家的行上学宇宙论成了可说之学, 只是此一可说之儒家行上学宇宙论却必须即是从实践之体之, 感知而说的, 而其系统的极致又必须即是就着圣人境界之体之, 感知而说为系统的圆满的。 是以穆先生的原教书等于就是说圣人的境界论, 即如其言, 原教者亦相应圣人境界而言也。 穆先生之说圣人是道德实体之实践的圆满意者又见下文。 道德的实体只有通过道德意识与道德建律而呈现而印证。 圣人是道德意识道德建律之最纯然者, 故其体现此实体、成体、意最充其极而圆满。 所谓充其极而圆满, 一再肯定并证成此实体之普遍性, 即此实体是变万物而为实体, 无一物之能外, 二是圣心得量之无外, 实体之绝对普遍性即在此无外之圣心得量中而为具体的呈现。 不只是一外在的前存的肯定。 此圆满之模型即是理想之圣人, 现实尚未孔子所代表。 7. 穆先生说道德的实体本是一本体宇宙论式的形上学论述, 但是他又说这个实体是需要透过主体的道德意识的实践才能印证, 故而圣人是这个实体的最冲击的体现者, 是圣人在证成此实体的普遍性, 也是此实体的普遍性在圣人的实践中而呈现, 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 即是此实体的理想模型。 逼者以为, 说实体被圣人的实践而证成的话是可以说的, 也是可以经过经验的实践而验证其是否如此的。 但是圣人毕竟是说的人存有者的境界, 此实体之为一本体宇宙论的假设, 却仍应是一客观的实体而谈其有否被证成, 而不是就在圣人的实践中说其理想行, 说理想行只能是说圣人未体现此道德意实体的理想行人格, 而不能说圣人就是这个理想行的实体, 如此一来就是把客观型上学的本体宇宙论的道德意志实体说成了主体的境界了。 这是笔者一向认为是穆先生的话语中的混淆之处, 也正是穆先生因此形成对宋明儒学分析问题的超越依据, 然而却是一将主体实践活动的理论与客观型上学的理论混淆痛制的做法。 右键下文 宋明儒之发展, 大体是由中庸异传开始而逐步向论梦转, 以孔子之人与孟子之心为主证实天道成体之所以为天道成体而异之异之于人, 异之于心, 重新恢复先秦儒家从孔梦到中庸异传之发展。 如此而知中庸异传是其原境, 否则, 中庸异传之天道成体只是空头的宇宙论的, 亦是外在的, 此则克众而主清, 连西恒曲具有此意味。 本是主客观之真实统一之原教, 然而应不能通观先秦儒家发展之叙碎显出客重而主清, 亦可说是, 清而外重, 主观性原则, 心, 不足固也。 逐步向论梦转, 第一步关键是明道之意本论, 第二步关键是象山之梦子学。 至此而主观性原则彻底挺起意, 八。 穆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先秦儒学有孔梦的主体实践之理论, 发展到预设这个实践活动但却阔及天道的, 中庸异传之作, 因此这时的, 中庸异传之作就能有依于主体实践的挺立而有客观证实的圆满。 至于宋明如学, 则是由周敦仪, 张载的字, 中庸, 异传, 的诠释开始, 但是却因为尚缺乏对孔梦实践活动的深刻体会, 因此会有偏刻忽主, 内清外重的缺点。 而由明道的一本于象山, 扬名的言于主体而收摄不足。 逼者以为, 中庸, 异传, 的客观形上学的命题是一本身就是作为客观意的形上学系统, 它可以被主体的实践而证实是一回事, 它是否预设了孔梦的实践活动又是另一回事, 说主体实践活动是一回事, 说主体实践活动的理论也就是功夫论又是另一回事。 就理论建构而言, 只要是说了客观形上学, 就在理论上可以推出主体实践的理论, 也就是功夫论, 所以, 中庸, 异传, 的客观形上学在理论的发生过程上固然是依据孔梦的实践活动的理论而上推的客观原理系统, 但是它的理论角色是作为一套客观的形上学命题原理, 以便成为主体实践的理论, 也就是功夫论, 的理论依据。 它的命题发现的次序是一回事, 它的理论角色的逻辑系统定位是另一回事, 穆先生是把发现的次序与系统关系的次序混淆了, 以及是把实证的次序与逻辑系统的次序混淆了。 依据笔者的研究, 周敦一对中庸, 一传, 的诠释而发言的文字, 一方面就是一套客观形上学的系统的转述继承, 二方面就是直接推出主体实践的功夫境界理论, 所以, 并没有周敦一的系统有所谓的主体实践面的缺乏知识。 更深入言之, 周敦一哲学对于先情、 中庸、 异传、 哲学的讨论, 其实就是重述使用而为有重大的发挥创造, 在形上学层面上, 仅有简单的宇宙论系统的建立。 真正的创作意义的重点反而是在圣人境界的言说上, 并且就是依据, 中庸、 异传, 的形上学语言以言说圣人的作为的意义, 根本上成就的正是一套境界哲学, 并且在这套境界哲学之内就充满了说明主体实践的功夫理论。 所以, 周敦一并不是大谈形上学的本体宇宙论的系统而缺乏主体实践理论, 周敦一是大谈主体实践的功夫理论, 以及主体依据形上学理论而要追求的圣人境界的境界哲学, 在他的系统中绝非偏刻忽主, 众外倾内, 因而须有明道之一本于象山, 扬明的主体实践之学以为补足。 三, 直观的宇宙论。 前文术及穆先生将主体的实践活动及达至理想境界的圣人状态说为行上学的圆满, 这是穆先生说行上学的一路, 但穆先生也有说行上学的客观陈述的一路, 即说其唯一直观形的宇宙论规定, 这个术语在后来其他的文本中则称之为纵观形的行上学, 参见其言。 总起来, 中庸言, 成者物之中始, 不成无物, 一切事物皆由成成始而成终。 由成成始而成终, 即是成体贯彻于其中而成全之。 在此成始成终之过程中, 物得以成其为物, 成其为一具体而真实之存在。 设将此成成其中之直由来。 设将此成体撤销, 则物即不成其为物, 不成其为存在, 而归于虚无。 此即所谓, 不成无物, 无物即无中始也。 自始体然, 为成体流行, 自鬼奇言, 为中始过程, 自成果言, 为世事物物。 无人可规定物为一特殊的忠实过程 亦可规定为在一特殊轨迹中表现的成体流行之特殊满足完成 此种规定名曰直冠型的宇宙论的规定 因物之忠实 亦语即是亦语宙论的陈述 此种规定非是方法学的逻辑规定 亦非是认识论的认知规定 而乃是自实体成就上知实现的规定 9.以上这个说法中 穆先生把成体说为一宇宙本体论的实体了 就是它的存在及作用而有了天地万物的真实生发之过程及结果 并且若无了它,即无物 逼者认为,不成无物,应该是指的社会事业的实践完成需要成的价值意识来推动 而且是人类主体的推动,原来说的并不是天道实体的推动 但是在,中庸,的使用中,亦确实有穆先生从天道实体说的创造作用亦 这是穆先生的当代心如学之善解 这个作为天道实体的成体自有它在穆先生诠释中的与实践主体的性体 心体一致的价值意识 并且穆先生只认定其极是同一个实体 而这就是穆宗三哲学的系统建构 重点是,穆先生以成体为一实体而有创生宇宙的作用 而说明天道流行的意义 并且将其称为直观形的宇宙论 此中有要意在 此意及穆先生认定儒家行上学是要执认 肯定天道对天地万物的创生时有的作用 因此说未知观形以及后来的纵观形之说法者 就是要明指儒家行上学在 中庸、异传、的形态 即是发展于孔、梦的形态在 也是发挥于周连希的形态 而有所不同于成仪、珠希的形态者 后者即被穆先生称为横射形态者 以及不负责创生的作用 所以 创生之并使有之便是穆先生说儒家行上学的根本立场 而道佛两家却有不能保住使有的情况 因而是纵观系统的横讲 说未纵观是说道佛一样说到了本体宇宙论 说未横讲是说道佛不能有真实创生时有的立场 此又即是穆先生的如是道三教辩证之立场 而此一纵观形的宇宙论之说法 之所以可以保住创生时有益 实是因为穆先生以主体之实践而至圣人境界之实是而说未有其保证的 而此一级又是笔者认为的穆先生时是把主体的实践活动与客观形上学系统的建构混味一式的做法 四由成体谈联系的入路与限制 中庸、颜臣、联系继承并发挥 穆先生指其所言之臣主要为天道实体意 但意应有人道主体之意在 其言 为致臣未能尽性 即以臣体之 容渗透于性体 此即是性 离此别无性也 性与天道皆只是一成体 性与天道是形式的说 客观的说 而成则更是 容的说 主体的说 十 本文为穆先生解读 中庸、知语 以主体之臣意志贯彻于现实生活中的活动 才能充分实现性体 又致天道意为 以此臣意志之实践而呈现 穆先生又说 性与天道是形式的说 臣是主体内容的说 笔者以为 中庸、本身本就包含了 以臣直接为天道而复命于人的第一路 以及以臣为主体实践的价值意志 而体合于天道的第二路 第一路是第二路的形上理据 第二路是第一路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正立方法 第一路为形上学 第二路为功夫论 此外 性与天道 甚至是 心、情、礼、气、等式 存有范畴 臣、是 价值意识 是主体实践时的价值意识其项 至于 存有范畴 及 价值意识 两者都可以作为说本体的文字使用 至于个别系统是以那一个概念为本体 则端是系统本身的使用 两种概念互不冲突 接近的说法又见下文 联系以臣体合式意传 于意见出性命之根源 其实意及此性令天道相贯通之大意也 此臣虽意识功夫自作用自然及在臣之功夫作用中 性之全体容具于中 故臣义识功夫意识本体 故约臣体 而臣体义等于性体也 十一 穆先生说周敦义以中庸之成合式意传的文本系统 周敦义确实是如此做的 不过这样做完全合法 因为中庸之成是价值意识的概念 如家几个价值意识的概念必然是意识相通的 如仁义理智与成与善等 而中庸与异传的合式 还有形上学理论的结合的作用在 中庸多本体论存有论建构 异传除了有本体论之外 还包含了一些灵星的宇宙论建构 因此可以说如家形上学在 中庸异传之时达到了一个高峰 而由宋明如学家直接继承之 结合之而发挥心意之 穆先生又说 成是功夫也是本体 此说亦无误 成作为价值意识的概念 即是以天之道 说之 即是以其为天道的终极价值意识 因而即是本体 价值意识的本体即是主体实践的价值其项 因此可以用来弹功夫作用 所以成体是既以天道实体颜 亦是以主体心性本体颜 以主体心性本体颜 实当然即是性体 从存有范畴说 天道实体就是道体 说实体 说本体则是分别就其为存有之最终真实意 即价值之最终根本意而说的 这是旧整体存在界而说的道体 至于旧人性存有者的主体存在而说时 即是性体 道体与性体皆是旧存有范畴说 若旧价值意识的概念说时 它们就是成体 人体 善体 明德等等 可见 每一个概念皆有它们的特定功能与使用脉络 必须要将哲学问题意识厘清 这样才能不混淆笼统地使用各个概念 穆先生言于成体者又见下文 对于天道成体之神 既敢真己有积极的体悟 所谓默契道妙 这即在此念有积极的意义 在联系之体悟中 天道成体一是心 一是神 一是理 不是如后来诸子之所分解 天道成 只是理 而心神属于气 时而 穆先生一直以来的立场就是 周敦仪是从 中庸 一传 入手说如学而建立体系的 而 庸 义 是说天道为主的系统 虽然 庸 义 系统中预设了主体的实践 但是周敦仪之作品中却没有这么明确的动见 因此穆先生要补充说周敦仪所说的成体之天道一中必须一即是有主体的意味在的 所以说天道成体一是心 逼者以为周敦仪是使用先情如学经典的行上学命题 以说功夫论与境界论的哲学系统 并不是单留在天道论中说行上学命题 一旦说及功夫论 就是心在做功夫的 因此并不是周敦仪体悟的天道成体有心之意意在 而是周敦仪就是谈了功夫论 一旦谈功夫论就必然是心这个存有范畴在作用的 而其作用时的价值意是其象即是成 即是以天道实体的价值意是本体以为其象 逼者以为 其实是穆先生混淆了行上学与功夫论哲学 不能独立的看到功夫论哲学的思维脉络 也没有重视到存有范畴的概念 在哲学问题论述中的互通性 所以才要辛苦地众说这些存有范畴之互通性 此意下文意同 联系言成体本乎中拥一传 成故事里 但意是心 意是神 是 心神里是一肢体 是 即存有即活动 之体 真实无望 绝不只是客观地形容或指目理 意主观地形容或指目心 而心是本心 天心 而本心天心即是理 十三 本文说成是理 是心 是神 前文意是同样立场的身术 这就是穆先生企图将周连希分别于朱熹思路的做法 朱熹从存有论思路说天道只是理 其意在于说作为存有范畴的道体就是一理体存有 以及是以原理的角色而为道体 这是存有论的说 若是功夫论的说 则此一为理身份的道体将在主体的心的实践中冲击发挥而呈现整体存在界的天道理体之真实意涵 此一呈现极显神庙 故而道理 心 神 的存有范畴全体互通 穆先生重视功夫论与形上学共构的一路 也认为这是儒家哲学的主要形式 但却是对于纯粹从存有论进入言说道体的思路有意排斥 以为他就是有别意于功夫论与形上学共构的一路 逼者以为 说两路有哲学基本问题意识的差异是可以的 说两路的思路之差异有哲学基本立场的不同 甚至对立 是不可以的 但是穆先生却因此强已成 诸的一路为止存有部活动 而以周敦仪的一路为 即存有集活动 以及是说周敦仪的成体发为天道作用的流行 以及主体实践的功夫活动 而诸熙所谈的天道指示里 即因此无有这些活动注意了 逼者以为 这都是穆先生过度割裂 朱熙理论所致 说存有论实景论概念定义 说天道作用及主体活动时才会将不同概念通连在一起 朱熙并非不说天道流行及主体活动的话语 穆先生却只将存有论语截取以定位朱熙 时不公允 穆先生这样的诠释立场 不仅对朱熙不公允 事实上对周敦仪 张仔等也不胜公允 以下集可见出 莲熙虽根据中庸一传言成体 不直接根据孟子言本心 然此成体断然是心神理合一的 绝不会抽掉了心神技感而指示理 纵然此心神是宇宙论的意味重 不似孟子之直从道德的心性言本心 然此成体必然的含有心 意则无疑 否则不能说神说技感 心神技感理合而 宜便是成体 而若知中庸一传之所言 乃是继承孔孟之所言 而发展至充其极 则知中庸一传之成体 即是孔子之人 孟子之心性之扩大 其容完全是一 如此 则可无疑于成体之为心神技感理之合一 只因怜惜 恒渠亦在 是从中庸一传开始 不慎能提窃之以孔子之人 与孟子之心性 遂亦使人有歌劫之想法 然为其成体 甚至恒渠之态和太虚 不含有宇宙论意义的 心意不可得也 至名道 则孔孟中庸一传完全合而 为一意 十四 周敦仪 张宰皆有功夫论的命题 反而是穆先生强调他们是从 中庸一传 入手建立形上学体系时才定位 他们主要是谈天道的系统 因此认为他们有输略于谈主体的缺失 但是虽有词相输略 却因为中庸一传本就是依孔孟而发的天道论 因此周敦仪所论之天道成体意必定是有主体活动的意义在的 穆先生这样的诠释实在是非常扭曲的做法 关键即在穆先生将一切哲学问题都归于形上学问题来谈 而且讨论问题时不能区分 存有范畴概念与价值意识概念的差异 于是本来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进入差异的问题 便衍生为概念使用立场的主张差异的问题 因此而有了讨论周敦仪的成概念 有无新概念意的问题 其实 成是价值概念 可以作为天道本体 意是主体实践时的心之活动的奇象 端是文本论述时的脉络而定 理论世界并没有这么多的对立系统 而只是有各种不同问题意识的创作系统 厘清各系统的问题意识 也是准确理解其哲学意涵的方法 更是解消传统哲学过于对立冲突 竞争高下的理论态度的改进方法 5. 气质之性的概念定位 气质之性的概念在章载著作中正式提出 朱熹成之 穆先生对此一概念的提出并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 只是对于如何使用以及是否能上阶 天命之性有意见而已 穆先生认为气质之性有两种使用意 其意味性之堕在气质中被限制时所说 此意之性仍是本质上只是天地之性 价值主体能挺立住 另一位说气质本身是一种性 世俗意之命定论之种种气性便在此说 此种气质之性便不能被价值主体收摄妥当 穆先生解周敦仪 通书诗第七 谈 性者 刚柔善恶中而已 十 认为周敦仪所说即是气质之性 但因为不能看到言气质之性之上数两种区别 因而总有命定义的气质本身成为一种性的意味在 因而主体挺立的分量就不胜足够 穆先生并以此批评周连希 其言 所谓 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 此言性实指气质之性 而言 不止成体之为性 或天道性命相贯通之性而言 气质之性 以此由张衡取开始用 莲希与此指言 性者刚柔善恶中 此所谓性名是指气质 而言 因气质时有此差异 如言成体之为性 则只是纯粹至善 无所谓刚柔善恶中之差异也 如就此种气质而言气质之性 则气质之性 性亦即是一种性 此即亡充所谓气性 或人物质所言之才性 无意横取而成言气质或气质之性 即是此意 非如后来诸子理解为性体在气质中律过 因而成在气质限制中之性也 如照此解 则性只是一性 只是一超越之性体 只是一川珠子所谓 性及理也 之性 并无二性 但可自两面观 一是就其本身之本然观 一是就其在气质之限制或混杂中观 如是气质之性变成气质中的性 而非气质本身不同即是一种性也 336页 15 穆先生对于周敦仪这一段话的定位 是放在气性 财性的气质本身是一种性的路上说的 而 不只成体之为性 或天道性命相贯通之性而言 穆先生要强调有成体之为性 或天道性命相贯通之性 是因为要将天道与主体 接在成体的实践中贯彻 而有主体真圣境的可能性 但因为周敦仪的这种刚柔善恶的说法 使得成体的下贯四有不畅及隔阂 关键就在周敦仪使用 性概念谈问题时 没有实时把握与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主体 实践意与天道流行意 因此引起穆先生的疑虑 而穆先生在这个问题上 对于朱熹明确言分 气质之性与 意理之性的做法反而是赞同的 穆先生认为成诸言 性极理 实之性 却乎只是纯然至善的天命之性 而其言 气质之性 实则主要是止性之堕在气质中而言 因此使得纯粹至善的天命之性 有其衣食不易呈现的限制而已 因而其性中就只是至善一意而已 因而永远是通于天道性命及成体流行之性 其实这就是笔者不断强调的 成 诸之存有论思路 必然有其如学理论贡献之意 意在者 当然 穆先生也认为 朱熹言于气质之性 有时也是会有气性 才性的命定 论意之气质之性的用法 这里他倒是没有说死 而穆先生也承认 说气质之性是旧才性 气质本身是一种性的意思 才是此词成立时的本来意思 因为气质方面的限制 确实是人们的功夫实践活动中 最硬关心的事情 其言 联系此处说刚柔善恶中之性 显然极是说此种气质之性 此种气性或财性 虽须有超越之性以主宰之 亦需要本超越之性自觉的做到的实践 以变化之 然其本身之作用 以及其限制性之大 乃事实上不能抹杀者 十六 气质之性 需要超越之性以主宰之的立场 其实是所有言于气性说 耳目口鼻之欲说 天理人欲之变等说法的 如学讨论之共同立场 因为确实有人性的差异及限制 也确实有人之为恶的事实 因此气质之性概念的出现 确实是为说明这些差异及限制现象的原因 问题只是在形上学的建构中 气质之性的理论架构要如何界定而已 界定之后 即要提出变化气质的超课方法 穆先生只是认为周敦仪的性概念使用 似乎只说到了气质限制的这一面 却对于旧在性中可以超课的另一路认识不及 其言 对于通于成体之性并无积极之正式 对于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 亦理之性 之分别亦无显明之意识 天地之性或通于成体之性或超越之性 如不能挺立起 则 变化刚柔善恶之气性 以使之为何于中道之纯善 之功夫便无超越之根据 即挺立以 而不能通于孟子 道德的实体性之体义 得心而易之 则道德见履之功夫 亦不能真切而得其必然 十七 穆先生在这一段文字中对周敦仪言性的理论 成就是持批判的立场 认为这样一来不能有孟子的道德实践主体之实体性义 意即就做功夫而言没有一个上达的保证与依据 因此功夫即不能真切 笔者并不认同穆先生对周敦仪言性这一段文字的批评 问题并不是周敦仪这一段文字没有气质之性的才性限定义 而是周敦仪的言说 固然侧重气质之性一面而说 但并不表示他的认知中有主张这一面的气质之性不可能被超克 更重要的是 周敦仪其他地方的文字中都处处已经明白显示了主体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实在不需要因为这一段话就把周敦仪言性的说法限定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而予以批评 穆先生这样的说法 就是因为他事先已经将周敦仪说成体的进路定在天道一路 因此先认定了周敦仪的系统在主体由成之道的实践一路上未能建构完整 因此对于周敦仪此处说气性的话语才会有如此之批评 事实上 在细究下去 穆先生自己根本也说过这种气性刚柔的说法也是有隐含成体质性的意义在的 如其言 在此贯通中 性自是通于理之一 成体 知性 不会是刚柔气至知气性或滋性 命自是天道之命或性体之命 不会是受邀及凶生死富贵的命运之命或气命之命 而是道德的命令之命 仍受此命令而必然遵循之 无可疑议 亦是其命也 此 是正宗儒家道德的理想中 性命 亦词中之命也 性命若落于气上说 则性为气性 命为气命 气命之命是命定主义之命 此 董仲书 王冲 人物质等所说之性命 王冲所谓 性成命定 也 而其基本原则 告子所谓 生之畏性 义 老传统之 性者生也 此在宋明如 自横渠开始所说之 气智之性 而天道性命之性 则是横渠所说之 天地之性 后来诸子所谓 毅力之性 此种分别 在联系之通书中 并不显明 而通于尘体之性 意味正面直 而其所显明的直说者 是 性者 刚柔善恶中而以 此则于言性 有不尽也 然而此理性命章 亦很显明的隐和 此通于尘体之性 亦很显明的可表示出 天道性命之相贯通 十八 穆先生明分天命 一路之言性命 即命定论 一路之言性命 从而认为周敦仪 通书 诗第七 之所说于 言性有不尽也 却又说在 通书 理性命第二十二 终有 隐含着此通于尘体之性 这就是笔者所说 穆先生其实是自己 多做了不必要的批评 所以才又有在做 疏通的动作 总而言之 在儒学系统内说 气质之性 从来就是为了说 从气柄限制中提起 价值意识做功夫之用 至于王冲之说 则不能转移之定位 儒者之所说 儒者所说之性 自不论是放在 天命之性的一性说 还是天命与气质之性的二性说路线 都必须认同两说 都有欲含超越性主宰的意志在 六 思的功夫论问题 穆先生对宋儒的诠释立场 十分注意及孔孟心性论指 以及由此而上身建立的 雍 义 之行上学论指 因之对于宋儒言及雍 义 义 义指之时 若未同时运用 论 梦 文本 则便指责未能生气 论 梦 心性 论指 但是在文本诠释上 又要说明其意指 必蕴含通彻 论 梦 论指 这真是一大崎岖之路矣 穆先生对周敦仪 通书 思第九 言 此为通书之第九章 正是言功夫 功夫者 主观的通过心知自觉明用以体现天道成体之位也 天道成体为客观性原则 心为主观性原则 心知自觉明用可多方以言之 而联系于此则根据红范而言 思 故知此章是联系之言 心 也 乃由思以明心之用 十九 穆先生说此章是联系正是言功夫之语 其实周敦仪 通书 无处不是言功夫之指 是穆先生过度重视 是穆先生过度重视 用意的行上学进入已定位周敦仪学说 才需如此费力的寻意他的功夫论指 通书本来就是功夫境界论的言说为主 只是其说主要是以 其说主要是以 用意 行上命题以为功夫境界论指的依据而说而已 主要本就不是言于行上命题的 周敦一字 上书 红范 说思之功用 而非自孟子之 心之 观约思 之文本书解下来 因此穆先生认为 联系之说有未能生物孟子心性论指之缺失 其言 无知提出此意 旨在表示就体现成体之功夫而注意即心而言 此时之心即不能只注意其私用 必须进一步更 在地注意其道德的实体性之体义 此即是其原用能本之地挺立起 之关键 义是其原用即是此成体即感神用 之关键 此道德的实体性之体义的心即是 孟子游之以说性善的心 即所谓本心 其所以为体之 容即所谓侧隐 修恶 词让 是非等等者 由此开功夫更是真切与挺拔之道德建履者 更是切尽于先秦儒家所表示的道德的创造之阳刚之美者 而不是指从私用以言也 而联系所谓弃之私用之 无私而无不通之锐 为敬意正在此而充实其而挺立起 因而亦有其必然性 联系之妙气是用在中庸与异传 而于孟子之言心四不胜能真切 而亦有忽略 故于言功夫 迂屈而循根据于红范 而不知就教于孟子 可谓舍尽而求远 此故事在初创 然亦由其不能贯通先秦儒家之发展而然也 此意是其意被人联想为有道家意味者之故 能就孟子之道德的实体性之体义的心 而为其即是此天道成体之神用 因而即成其所谓 一本 者 乃是明道 能由之而开功夫 而更真切与挺拔之道德见律 更切尽于先秦儒家所表示之道德 创造之阳刚之美者 则为路向山 此则乃尽于怜惜者 二十 穆先生强势地将 拥、意、说谓与、论、论、梦、心性论子内在贯通 但是却对怜惜字 上书、红范、转化的言说不认定位有相应 论、梦、的心性论子 其实 宋如从那一部经典入手言说都只是外源的问题 一部一 梦子、文本皆不爱其有道德实践的直观思路 并没有什么舍近求远的缺失 穆先生只肯同意那些说及 梦子、文本的发言才有主体实践的意志 实是太过执着于经典文本 下文义是这样批评周敦仪的 自体现成体之功夫说 必须言及心 而怜惜对于孔子之见仁以知天 孟子之静心之信以知天 总之对于孟子之心学 并无真切的理解 笔自洪范之 思约瑞、瑞作圣 以言圣功 不自孟子之 道德的实体性之体意 的心以言圣功 即是其对于心之了解并不真切 如能正视孔子之人 孟子之心 而真能透彻之 心之 道德的实体性之体的意义 真能挺得起 则自 思 言 自 无欲 言 皆是妙地 否则皆是隐意之偶然 并无必然 21 穆先生必欲以孟子言功夫之文本 以为定位颂如言功夫之意指的做法 笔者以为这是太过僵化的 以心性概念言说功夫的做法 事实上 心性论指重点即是本体功夫 本体功夫不是只能由心性概念言 由理 气 道 物 身 行 皆的言之 这是从存有范畴的概念而言的 至于从价值意识的概念如 成 善 人 义 理 知 更的言辞 穆先生批评周子之言或只是隐意之偶然 并无必然 此说太过僵化 7 无极而太极解 周敦仪 太极图说 第一句 无极而太极 在诸禄 辩太极图书说 书中成为主要的真意焦点 诸以无极为状 诸说太极是无形解之 路以无极是道家 词会应舍之而批判之 穆先生仔细讨论解读 认为 太极图说 全文和 通书 文艺前后相贯通 即便是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扬 似有真意 其实仍是一指相通的 其言 此图 全文 无论私理或语脉 皆同于通书 大体是根据动静章 理性命章 道章 圣学章而写成 唯有一点不同于通书 此极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扬 两句是 依无观之 无极而太极 亦与是对于 太极 本身之体会问题 本是仪式 加 无极 以形容之 本无不可 太极是正面字眼 无极是负面字眼 四 亦可说 太极是对于 道体之表权 无极是对于 道体之遮权 太极是实体词 无极是状词 实只是无身无秀 无形无状 无方所 神无方 无定体 亦无体 亦无所有之 既然不动感而遂通 既感亦如之成体本身 而此极是极致之理 故曰 无极而太极 此语意不是无极与太极 无极 无极 亦词虽出于老字 知其白 守其黑 为天下事 为天下事 常得不推 复归于无极 王必本 二十八章 然老字之使用此词 一事状词 二十二 向山已若是要说说太极是无形 则只曰无生无秀即可 说无极即是入老 穆先生却以为 说无极就是无生无秀 无形无状 无方所无定体 亦无所有之意 穆先生对无极之语 是否语出于老字 没什么意见 但重点是无极就是 亦里上的遮拳 境路已对太极之表 全境路做强化而已 所以无极就是说太极 说无极和说太极 其实同是一事 又见其说 无极而太极 亦语 如亦成完整的语体语句 当为那无限定的而亦无所有者 但亦即是极智之理 如名此意 则单 无极亦可 如下文 无极之真 二五之经 妙和而宁 即无 太极 自 无极之真 即太极也 单 太极亦可 如通书动静章 五行阴阳 阴阳太极 即只说太极 而不说无极 无论单 那一面 而只是魂缘之一 故只说 一字 亦可表示此无极之极 如通书理性命章 五书二时 二本则一 此中亦无无极 亦无太极 但此一字极是太极 极是无极之极 如将此一字详细展示 则太极无极 据说亦可 如此图 下文 五行亦阴阳也 阴阳一太极也 太极本无极也 极先有太极之表 后有无极之枝 二十三 向山以为 通书 诸并无无极的表达方式 事实不然 上文中 穆先生及 通书 中的无极 同意于太极之 近路解说了 通书中的无极 字译 说其就是太极之译 此外 先说无再说有的表述形式在 通书中有多处见之 如 无思 本也 思通 用也 二十四 而穆先生及 亦针对 近无而动有 一句说其极是 无极而太极的 同意于 参见 如一 通书 成体之神解太极 则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扬 两与十极 通书 臣下第二言成体 近无而动有 亦与之隐身 近无 即无极而太极 动有 即太极动而生扬 二十五 逼着不反对穆先生此处所解读之意 总之 在诸禄变真十分激烈的 无极而太极 这个问题上 穆先生并没有站在象山立场 反而是倾向诸西的诠释方向 八 结论 本文讨论穆宗三先生对周连希哲学的诠释意见 并提出笔者的方法论反省 穆先生对周连希的哲学定位 相当注重本体宇宗论的纵贯形态之行上学定位 以及注重于提出一套谈道德意志所形成的行上学系统 而周连希之系统正有此一立场 这是因为周连希是从中庸 一传之经典诠释而发挥的行上学系统 但是中庸 一传 有孔梦见人静心的主体实践之前提在 而周连希直接从中庸 一传 谈儒家行上学时 却稍有忽略于这个主体实践的重点 从此展开本文计肯定周连希之成体 有本体宇宙论的动态形上学意味 又强调它必须也是欲含有心 神意味的主体活动意 并认为这是周连希似有忽略 确实不能忽略之要点 并且周连希严于斯之功夫 穆先生也批评似有忽略孟子之下本心以言功夫的重点 以上穆先生所论之诸意 笔者皆提出方法论的反省 指出周连希哲学并无需及以行上学创作定位之 而是依据中庸、异传、知行上学系统而讲说圣人境界的境界哲学 并因而充满了谈主体实践的功夫论哲学 所以穆先生以其为本体宇宙论的行上学系统 却缺乏主体实践意识的说法 是不必要的 关键即在 北宋儒学的理想型上未出现 周连希系统上不完美 要在明道一本论的系统中 才建出主体实践意及行上 到底发用流行意的圆满 但是 此说又等于是以圣人境界说行上道体 并不是什么行上学的圆满意 总之 穆先生以其自身特殊又曲折的行上学概念定义定位 北宋儒学 造成对各家既有评价不一的情况 又有分叛优劣正偏的结果 非常干扰学者对宋明如学的基本认识 比者遂以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的实践哲学系统 与思辨哲学的存有论系统分开讨论之 定为周敦一位境界哲学系统 预设本体宇宙论系统 包含功夫论系统 以此即可准确的认识之 一目中三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21 1981年十月台四版 二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21 三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22 四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22 五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22 323 六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22 323 七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333 334 夜 八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46 347 九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25 十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24 十一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30 十二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56 十三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77 十四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68 十五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36 十六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37 十七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56 十八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35 十九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39 二十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43 344 二十一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56 二十二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58 二十三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59 夜359 三六 二十四 周敦仪 通书 四第九 二十五 心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360 三千 三千两百五 八二五 五七二 OK 九 Text 斜线 HTML 二十九 Friday 二十六 November 二千零 一十五 五十分 五十一 秒 GMT 二十八 二千零 三十四 C1-1427 Day-495 E410 B4C 0003 Heights 五千八百二十五 五十七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对目宗三 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事意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真元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朱希与陈宜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以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Song H. Fa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对沐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1.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 1.前言 本文之作是笔者对于沐宗三先生著作系列讨论的专文之一 沐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对张载哲学进行深入的讨论 主要是以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架构进行张载重要哲学文本的书解讨论 本文之作即是针对沐先生讨论张载哲学思想的意见进行方法论之反省 本文将讨讨论的议题包括 太虚与神皆为天道实体的理论定位问题 对老字有身与无的诠释立场 对鬼神之神与太虚神体的辩证 对何虚与弃有性之名的批判立场 对天地之性与弃智之性的诠释意见 对性未成则善恶混的批评意见 诚信及尽心意气以理言与以气言之命的辩证 对何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批判 信心和意知理论意义等 二、太和、太虚、神体的理论定位 穆宗三先生强调一个具有创生作用意的道体 并以此意定位张载所言之太和、太虚与神体 以及此三个概念以揭示道体之同意词意 如此则导致穆先生对张载全书之若干命体有不同的意见 包括对老字言无的意见 对鬼神的定义 以及虚弃之名义关系的问题 首先 张载已称太和为道 穆先生则亦以太和为道体 并称 太和及至和 太和而能创生宇宙之秩序即为为道 此事总持的说 若再分解的说 则可以分解为气与神 而 穆先生对太和概念的界定 差不多就是张载的意志 重点在说其为宇宙之有秩序之意者 但太和所说之和毕竟是针对气化活动的现象的秩序而说者 故而有气的面向 也有动而有理的面向 即神 而其气的面向在过去则使得张载之道论被视为为气论 穆先生以太和之道所重在创生意 而不再气化意 而论其非为气论 其言 若云不离也马应运可 若云也马应运即是太和 即是道 则非是 故太和一词必尽而犹太须已提之 方能力则助 而不落于为气论 故何时言之创生之实体是道 而非有气之因运即是道也 三 依此 太和所谓道 一语 是对于道之总实的说 亦是现象学之描述的指点说 中含三意 一 能创生意 二 代气化之形成意 三 制动而不乱之之蓄意 太和所谓道 并不是此时然平铺之气化 乃是能创生此气化之之和也 太和是总宇宙全体而言之之和 是一极致之创生原理 并不是自然生命之因运之和 太和而能创生宇宙之秩序 即约道 四 总以上诸语 穆先生重视道体意之创生 纯善 非气化实然之诸意 而即由张宰所言之太和概念承担之 太和概念之原意在于宇宙现象活动之总体和谐 也而有秩序之意在穆先生手中 而言穆先生却有建立一个纯善 其言 太和是宗迟说之词 以明道之创生意为主 太须是由分解而立者 一方既与气未对立 一方又定住太和之所以为何 道之所以为创生之真集 太须无形 气之本体 此语干称偏 气之性本须而神 未同一语 气之性 是气之超越的体性 是便运呼气而未知体 故此处之云 气之本体 气以太须 清通之神 未体 则气使活 气便虽有克行 而清通之神 语须则变而依 乃其常体 此真及实体 本身是极 即即感 即感 亦如的 总言之曰 神 亦可 神以妙用定义 曰太须亦可 太须以 清通无 定 五 不论 太须 在张载哲学系统中 原是何意 在穆先生的讨论中 太须一方面 不是气存在 一方面以其作用的神妙 因而亦可称之为 神 再配合原来太和的意志 太须与神意 具创生意了 于是 创生 非气存在 神妙作用 皆成为说道体的特质了 因着这些特质而使道体 亦可称之为太和 太须 神 而有虚体 神体之概念使用 穆先生对张载哲学的讨论 是由道体 性体 心体三意结构而成 且终极的言之 三意人将共成一意 就道体而言 则为其十意将于性中见 顾凡如者之思参造化 言天道 言太须 言成体 言太和 太须 乃至忌感之神 皆不过是通彻宇宙之本源 清澈无人之性体 以明道德创造润身践行 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据 而其时亦皆落于 性 中见 亦由性体之主宰意 创生意而真定之 绝不是空头拟意之词 亦不是自然主义 唯弃论之由弃真发也 六 由上文可见 对穆先生而言 天道实体之名义 有太极 有成体 有太和 太须及神 而此实体之功能 则是作为人存有者之道的 和实践的超越根据 但是 此一超越根据是 既超越又内在 故而落实于人存有者之性体中 由性体之主宰 创生而真定 创生而真定 真定此一道体之实意之 确实如此 于是 穆先生由张载之言 于道体之太和 太须 神妙三意而得建立他的 道德的形上学 而有别于道佛 此一道体 且是能由主体实践而真定 此一道体 且非是 气化宇宙之存在 并以成 人的纯粹性善之价值 一事而作用 而变在 并终于 与主体之心体 一总体结合而为一 依上述诸义 展开了穆先生对张载讨论的各种批判意见 三 对老子 有生于无 的诠释 张载是 北宋儒者中最具哲学思辨能力 且能以理论辨证到佛的第一人 张载即 气化宇宙论之虚气相及 亦即气散无形而未虚体而人时 有之说以反对到佛世界观 张载以老子论到位说 有生于无 依张载 则是有形与无形不断聚散 但永恒地是实有而非是无 于是张载说老子的 有生于无 等于是说 虚能生气 而张载的虚气关系是 虚空即气 亦即整个世界是一个气化的时有 气散入无形时 亦须说之其人是时有之气 但若说是有生于无 亦即虚能生气 则有两层存有义 然而沐先生对于张载以虚能生气 以批评老子 有生于无 之说是不认同的 一方面在于沐先生自己已经以虚事 太虚实体意定位之 因此即是道体 因此应能生气 故而不赞成张载说 虚能生气 会变成虚无穷 气有限 体用书觉 入老式有生于无之论 至于对老子的 有生于无 之说 沐先生则提出境界形态的 形上学 以定位之 因而同意 有生于无 的表述方式 这样的诠释立场 就是因着沐先生将 虚 概念仅以 太虚实体 亦定位之 而有之讨论结果 其言 若未虚能生气 则虚无穷 气有限 体用书觉 入老式有生于无之论 不时所谓有无 混义之常 此批评老式也 按此平不必定 规结虽在 老式 有生于无 之非 而实指在明 虚空即气 虚不生气 故云 若未虚能生气 云云也 实则此种遮剥 正是依川所谓 一缕偏而言多至 知一粒也 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尽 其唯物不二 则其身物不测 何以不可言 须能生气 也 生 则妙运 妙印之以 以清通之神 无类之需妙运呼气 而使其身身不息 使其动静聚散不至 此即是身也 人体之感润而万物生长不息 此即是身也 七 张载言太虚 是要说弃之物至性之体 亦未虚 未虚即非无 故弃有有无 聚散之出入意 散入无形之时 并非绝对无 人是有 只是无形 以其无形却仍使有而称之为虚 因此宇宙论上说是 一气之变运有无 出入不已 并非有依 无 之存有层而生 有 之存在世界 此即张载对老字之言 有生于无 说法之解义 此即张载又以自己的话语系统之 虚 概念来说此意 有生于无 是 须能生气 之意 然而 张载之用语在穆先生之系统中已经转译 须概念已是天道实体的本身 天道实体是有创生意的 且此意创生是妙韵呼气而使其生生不息的 故而穆先生是同意虚能生气这个命题的 不过人必须注意的是穆先生的虚体与神体并不就是气而是不离气之极气意 其言 虚空即气 顺恒取之词与当言虚体即气或清通之神即气 言虚空 者乃是想以一词顺通佛老而辨别之也 虚体即气即全体适用之意 整个虚体全部适用 一即就用言体再用之意 即可言虚体即气 亦可言气即虚体 气即虚体即全用事体之意 一即就体言用在体之意 是以此即自视圆容之即不离之即通义无二之即非等同之即亦非为此之即 显然神体不等同于气 就不等同言亦言神不能是气 此不能乃不等亦 显然神意非气之为此直信 八 上文中之即都不是就是的意思 而是在于之意 故而沐先生说不离 因此沐先生对虚能生气的立场 就是天道实体的创生作用即在 便在流行气化的实然世界中之意 就此而言 虚是天道实体且不是气 这岂不就是诸悉的理气 而原不离不杂之存有论一指了 即虚即理体 只是一目先生特有用于立场 要增加说辞理事及活动的而已 此外 对于老子 有生于无 之说 沐先生亦认为这并不会有 体用书觉的问题 这是因为沐先生有着另一套特殊的解老理论 其言 老子之宇宙论的言 无 为天地万物之始 之本 道显似有客观性 实体性 及实现性 然此三性 说穿了 只是一种姿态 时并无一正面之实体性的东西 曰 无 而可以客观存在的 存有论的 身天地万物 而天地万物 亦存有论的 实际存在的由无而生出也 盖 无 是一遮全字 由否定人为的造作有味而显 其原初之意人是由生活上而体验出 道家盖 对于人为造作之苦却有实感 故这此有味即显无味 这此造作 即显自然 固 无 亦这此所显示之正面意义只是 自然 而 自然 乃是一种境界 无实物可指 不可说 不可说 非明之所能定 非称之所能为 固 不可说 不可说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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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称之言 穷极之词也 二十五章 道法自然 主 固 顾道 无知客观性 实体性只是一种姿态 乃由 本 意 根据 意而显示 而实则可消化于主体之自在 自然 自视 自得而为一种境界 故道家之行上学 乃彻底 境界形态 之行上学 非 实有形态 之行上学 九 穆先生 依王 必助老之不生之生意 而说老子之道 义及老子 并未见够意义 无 为实有的哲学立场 以说天地万物之 由无而有 的创生意 无 只是否定调人为造作而显出的作为的意思 因此其实并没有建立宇宙创生的哲学命题 只有对此一世界提出由不经不塞 而让其自身自存的关解态度 故而只说了境界 而没有说到实在世界的生成 故为之境界形态的行上学 逼者以为 在穆先生说为境界形态的行上学中的传统文本 其实都不是行上学的命题 而是一些主体实践的功夫论命题 实 而老字文艺中却并不是没有实体创生之行上学立场的 说成只是境界而非实有 在当代哲学家中只有穆先生一家持此意 此一提在其他讨论中以变之圣火 此不多论 对张仔所谈的老字哲学观点 穆先生屡屡提出反对的意见 这都是穆先生自己有自己的老字哲学全解系统 更有自己的张仔术语的特殊界定系统 所以不仅不赞同张仔对老子的理解 甚且是不赞同张仔的系统了 四对鬼神之神与太虚神体的辩证 张仔谈鬼神 其目的是要解消鬼神的存在 做法是将鬼神视为阴阳二气的作用 因此张仔谈的鬼神概念是有气化实然的存在意的 但是穆先生解读张仔哲学后的 神概念却是天道实体的 神体 亦因此认为张仔在此有所混淆 而终极的说 穆先生甚至是要强调气化一边的 鬼神亦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为在祭祀时之有其沉静即可 首先穆先生以 神为天道神体之实体意 其言 无于前文第四段解 虚空即气 时即以名在此体用不二之意下 即自非等意 虚与神非是气之谓词 Predicates 非是气之直性 Properties 虚空即气 非是实然之陈述语 Factual Statement 非是指谓语 Predicative Proposition 乃是形而上的疏异语 指点语 乃是在体用不二下辩证的相消相容语 虚与神虽不是一格离的独立物 Independent Entity 但却是一独立的意义 An Independent Meaning 指点一个独立的意义以为体 十一 本文中所说之神 实是以一个实体的作用意义而亦称为体而为之神体的 而此神体即是天道实体 且此天道实体并不是气化宇宙的整体 但却是会起无限妙用的作用之体 又见 儒家说神非人格神之意义 唯无方无体之神方可说是至虚之体 但不是隔离的独立物体 而却是极有其妙万物 万物因之而生生不息 生化不测 而见其为神 而见其为体 此极所谓须不离弃 即气见神 体用不二之圆融之论也 此意必须有以善会而确认之 即不可离 亦不可治 离则未亦独立物 体用不原意 至则成 气之直性 则成为气论 为物论 以 此神意之最后 真定与集成是在超越的道德本心之体力 先秦儒家中庸 亦传之境 本是由孔子之人与孟子之心性而发展制者 宋儒自连西 横渠开始 虽直接继承先秦儒家发展制之最高峰 由中庸义传说起 然其讲天道性命时无不自觉或不自觉的议论 梦之道德心性为其所供许或所默认之底据也 超越的道德本心显然不是心理学的心 道德的本心虽不是一独立物 然却是一独立的意义 而为无人道德实践之先天根据 为无人道德生命之本体也 此作 本体之本心绝非气之直性明以 心理学的心是气 而此道德的本心绝不可视作气也 在 本体 宇宙论 处 虚与气之体用不二 亦附如此 十二 穆先生把一些不相干的问题 同置于此文中以并何处理 说神是说天道之神妙作用 但是天道能有此神妙作用 从是以人心主体之道德实践活动而证实之者 故而需有益纯粹至善的道德本心之起作用 以达圣境 而正成天道神体的实存 而此心既既是要进行纯粹至善作用 故而心中虚无气质挂答才能为纯粹之持守 故而心虚无有气意 故而神意非气化实然的存在 于是有益纯粹之神体以及心体共同作用以为天道之流行与主体的实践活动 然而笔者认为 依据本文之文意 神体真定于本心 但本心非心理学的心 而为道德生命之本体 则本心即性意 如此则缺少了有血气心之之人心 本心已做道德实践已成圣的意义了 如此则结成了纯善的神体 性体 本心已为理存在的身份 而在理行世界做自我流动而已了 神体既需是道体意 则张载之鬼神概念 便不在这个界定之内了 其言 鬼神之时不悦二端 即不悦气之屈身 此事就气化之时然之状说 将鬼神化归于气化 于以宇宙论的解析 鬼者归也 神者身也 气之屈 归 即是鬼 气之身即是神 气之屈因也 气之身阳也 故 不悦二端 亦即是 二气之良能 如此作解 则鬼神之神不能是作 即是太虚神体之神 十三 其实 鬼神之神与道体作用神妙之神 本来在张载的系统中 就是有不同的使用意义的 并无严重冲突 及差异 穆先生既定之于天道实体之神体 意 则不能接受张载讲气化作用的鬼神意 这样的批评其实很不必要 与意厘清即可 实不必反对 不过 不过 就鬼神之为气化实然的存在而言 穆先生对其是否存在的问题 明确表示是不甚重要的事 此意 与朱熹的立场接近 其言 大体鬼神的经验从古旧有 所传及多记鬼神之事 主要是旧祭祀说 旧祭祀说 鬼神是已存在的生命之规于幽明 此人可是幽明中之实然的存在 是 一个体生命 自然的或是德性的 知精灵不散可 是 气之屈身 予以宇宙论的 明 亦可 然无论如何解析 总是属于精气之实然 即是精气之实然 就前一解析看 亦无永久不散之理 此在或有或无之间 故孔子对于鬼神之态度 据论语说 一是 敬鬼神而远之 一是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一是 子不与怪 利 乱 神 一是 既神如神载 即就中庸此文说 如此文真是孔子之言 天命之间的实然存在 天不可以鬼神论 鬼神的观念只能应用于祖与圣人 祖宗不必皆是有极高之德性者 然所以必计之 乃是从始报本之意 其死后是否成神 是否精灵人不散 并不是重要者 故就既自身 相关于忍受至仇 世众乃是 世众是 其德性生命 拥命是 对于其德性人格之 崇敬 世众是否成神 精灵不散 亦非重要者 固就祭四言 人世 既神至 266 fires 唯继天则不同 天不可以鬼神论 天是真正的超越体 是必须积极肯定者 见人以弃之 正是人与天只是一道德实体之辩在 此是儒家宗教精神之最精特处 由此意识鬼神正是夹缝中之存在 乃是由德性所带起者 故须以沉浸贯注之 其自身存在不存在无关也 就其自身说 人是时然之精气上的事 故颂如德以阴阳二气之躯生明之也 吉夫以二气之躯生明之 则其在幽明中为一个体式的存在之意 即全融化而不存 此意识其存在不存在并不重要也 此即为宇宙论的解析 十四 以上对鬼神在祭祀中的地位问题 穆先生所论意识意理 但重点在于 谈鬼神存在重不重要是一价值立场 谈鬼神存在的宇宙论意义则是意宇宙论哲学问题 说为鬼神概念的存有论讨论意可 朱熹所为正在此意中 但就气化时然之鬼神存在而论其存有论结构是一回事 就天道实体之神妙作用意而为神体之说是另一回事 并不会因为对于气化鬼神之讨论而有否定天道实体的纯善 创生立场 这是穆先生自己的话分不开 而不是朱熹的理论有重大缺失 参见其言 若是鬼神之神与成体之神化不开 此诸子学之真结也 15 穆先生只重视天道实体 性体 心体之纯善创生意一意 但是哲学问题种类众多 朱熹所谈是不同的问题 穆先生全混在一起 所有哲学问题成为只有一种哲学问题 因而以己意批评朱熹 实不须如此 5 对 何须语气有性之名 的批判立场 穆先生立道体 性体甚至心体皆为统一的命体意志 而须及太须神体 即是道体意 至于性 则是性体意之性 因此须与性皆没有气化时然的结构 因此对于张载所言之 何须与气有性之名 之说十分反对 穆先生此一批评意见 实在不是很必要 关键在于穆先生关切心性天位一的道德流行 故而一切皆是纯善的活动 但是张载之说可以说是一存有论的概念解析之作 因此以气在虚实有无交流之中落实为物而有性之名 因此并非不可说之语 张载深思力便强探力所 故而语多难解 但也无需以后人之话语系统 以反对张载之言说 更何况 穆先生是以自己所解读的张子的虚体意 以反对张载的何须语气之说 这更是不必要的 参见其言 由何须语气 以说性之名之所以立 此根本是智词 太须是气之本体即等于说神是气之本体 太须神体是同意语之一词 不能将神混作气 然则性之名只能超越分解的偏就太须神体之体万物而建立 不能由何须语气而建立 由何须语气而建立 则性是成一混杂体或组合体 而此正非性 若云和太须神体与气之聚散动静等而易之以见性体之真实意与创生妙用意 则可 十六 穆先生之说法过于强势 穆先生之定义中的道体 性体 心体 只能是一纯善无恶的流行 故而性之名中不能有气化实然的部分 其实 张载另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岂能无视于气化实然的一边 遗漏气化实然的一边 而只说纯善无恶的流行的正是穆先生自己的系统 穆先生说虚体与气之聚散等同以见性体之创生意 这正是只见其善的一边 说性体之创生意多是就着主体实践之静心静性意而说着 这是功夫论进路 但是存有论的问题毕竟仍是真实存在的问题 穆先生之批评是哲学基本问题意识的过于偏狭所致 是只关心功夫论问题而将其说成了形上学问题之所致 六 对 物体我 知其不宜也的批评 张载言 我体悟 未尝疑 物体我 知其不宜也 穆先生以诚号之言于人能推而物不能推的意志 说张载之语有物 关键即在物之不能有心觉以为尽性之活动 逼者以为此物以动物解之为家 若将物体我知其不宜之自己 其意则为物体我知其受我关怀而未被遗弃 则此句可通于我体悟 未尝疑 参见其言 人物即同一性体 故我知尽性 体悟而未尝疑 因而即尽人物之性 致人物之命 则自物方面说 物亦可体我而不宜也 但此需有变 我尽人物之性 他人亦可尽人物之性 自亦可体我未尝疑 但物体我知其不宜 此只可本体论的 前存的说是如此 盖同一本体也 但不能实践的 呈现的说是如此 明道云 万物皆备于我 不独人而物皆然 都指这里出去 只是物不能推 人能推之而 明道此语却妥当 盖即能说到同体 又能照顾到推不推 我能尽性 故尽人物之性 致人物之命 体悟而未尝疑 即能本体论的说是如此 又能实践的 是如此 尽知识亦大已哉 静即能推 此事使实践的 呈现的体悟不宜之 所以未可能之关键也 然而物不能通过 心觉活动以尽其性 即是不能推阔的去 而只有封于其 多性或物质结构之性 作同一本源之性体在他个体 根本没有呈现 没有其作用 是则只是本体论的 前存的体我而不宜 实并未能实践的 呈现的体我而不宜也 十七 逼者对穆先生对章载此语的 批评没有反对的意见 只是就文具解读上提出建议 则亦只可通 亦通于穆先生的基本立场 但是穆先生说 物体我可以在本体论的前存的说 但不能实践的呈现的说 此一集又见出穆先生思路的特点 一集穆先生是集中实践意的 进入以说形上学的命题 一指的 至于本体论的前存的说法 其实就是存有论的思路预设 七 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的诠释意见 穆先生对章载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 提出在气质之性的部分有两种解读 其一为纯善之性之堕在气中 而有一种限制而成为气质之性 其二为生之畏性的气质 本身作为一种性 穆先生认为前者是朱熹的做法 后者是章载本来的意思 穆先生自己认为第二种意思 解读气质之性即可 笔者认为 朱熹论理有多种层面的意思 就第一种言 即是从价值意识说的统体 纯善的天道义 第二种即是从个体性物理 化学形式应的存在原理义 就前者而言 谈及人之为善未能力的限制时 即是性之堕在气质里边而有限制而众人不等 救后者言 则是个人有个人的个性特殊性而无所谓善恶的 但是却是会限制道德实践的能力 穆先生在气质之性的这两种解读立场中认定 朱熹只为第一种 并认为张宰之意应该就是第二种 笔者认为救朱熹言 第二种性即是造成第一种性的现象会出现的原因 这也是穆先生的立场 18 至于说气质之性是第一种意还是第二种意 朱熹应该是没有再做区别的 而是话语意思到哪里就是哪一个意思而已 因此其实也没有必要说朱熹就是定职在第一种意思之中 参见其言 气质之性是形体以后事 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之分意始于横渠 言道德实践不能抹杀此分别 气质之性是在道德实践中 由于性体质不能畅通启用而被肯定 宇宙论的言之之潜坤之能 即是实践的言之之性体之能也 性体之能之嫌祖及气质之偏语杂事也 文中可见木先生十分肯定气质之性的名义建立以及哲理意涵 然而这就表示 气化实然的一面的真实存在对道德实践是有影响的 既是有影响就不是道德实践的动力的根源 于是木先生更强调正宗儒家的天命之性 是部落在气质的这一边的 其言 气质之性 以横取说此词之意 是旧人的气质之偏或杂 即气质之特殊性 而说一种性 在中国思想传统中 自身之谓性 一路下来而说的气性 财性之类 都是说的这种性 宋儒及宗阔之于气质之性 在此是建立不起真正的道德行为的 是开不出道德创造之源的 正宗儒家 如孟子所说之性 中庸 天命之谓性 是享有 生之谓性 性者生也 推进一步 就真正的道德行 之建立 而开出道德创造之源之性 此种性是道德创造之源 同时亦是宇宙创造之源 是绝对的普遍的 是超越的 亦是行而上的 故性真通天命 天道而为一 宋儒成之 以此为正性 此种性即是万物之一源 绝对之普遍 则自语气性 财性 性疲 性好 性相 人性之特殊构造 人之特殊的自然真相之性不同 而此后者又不能随便忽视与抹杀 故不得不就之而说一种性 此即 气质之性 一名之所以立也 二十 穆先生一方面要强调气质之偏杂而有气质之性 另方面更要强调真正进行道德实践时的性体是天命之性 而天命之性是超越而普遍的 是行而上的 穆先生认为此两种性必须分离 其实 从存有论说 说此两性之分离当然是可以说的 但是 从功夫论说 此两性是必要在实践圆满 实在主体自身之内和而为一 此意却未被穆先生强调 而穆先生对朱熹所讨论的气质之性 则认定只是性之堕在气质中之意 其言 然依后来朱子之解析 则似只承认有气质之偏杂 而却不甚能自觉地就气质之偏杂说一种性 自然之性 却是十分自觉地将气质之性 解为气质里边的性 性只是一意理之性 气质之性即是此意理之性之在气质里边滤过 故杂染了特殊的色 而不是那原来之性之纯然 本然与全体 但如朱子之解 气质之性 一词 既不合通常之语意 亦轻忽了 深之畏性 一路下来的气性 财性等之独立意义 气质之性 既是就气质之疏直而说一种自然之性 义理之性 即是就道德理性 而说一种道德创造之性 天地之性 即是就天地之化 而说一种宇宙深化 或道德创造之性 意理之性 并无所谓在意理里边滤过之性 天地之性 更不能说在天地里边滤过之性 是以性体受气质或气质之性之局限是一意 而不必及以此意解 气质之性 以此也 横取涉此词之意是就气质之书而说一种性 此事通常之理解 本书从之 二十一 其实 性之多在气质中或气质本身是一种性 这只是存有论上的概念约定问题 就如诸熙之言与理者有多重一指一般 诸熙言性分位二 分位三 四 五 六皆有可能 就道德实践言 重点在天地之性对于气质之超克 至于气质之被说为何种意义之限制之性 这就只是概念约定的存有论问题 笔者并不认为穆先生在这里对诸熙所言之反对意见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 但是对于气质本身是一种性之性 这就绝对与天命之性的纯善意有所差别 两分之后 穆先生更是要强调性体的纯善意以建立道德的行上学 其言 气质之性虽足以居现或隐蔽天地之性 然 善反之 则天地之性存焉 善反不善反 亦如潜定 在善反中 亦含变化气质之功夫 儒家讲天地之性为是旧道德的创造言 故只能以此性为本 为体 为绝对的标准 气质之性虽有其独立性 有其独立之意义 成一套独立之积阔 然旧道德实践言 并不以此为准也 故气质之性 君子有福性者焉 福性 是不以之为本 为体 为准之意 并非不承认有此种性也 气质之性虽有独立之意义 然总可化而从本 气质之性一方可化 一方亦是一种限制 从可化言 君子有福性者焉 从限制言 气质之性是道德实践中一种 限制原则 二十二 穆先生这些对气质之性的存在 即作用之探究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并非面说的用意 因此性质之性 主体 而未成千 而未成千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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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信之前的主体 因此可以解读 所说者正是主体的状态 而非说性 以 性未成 说之之 性 可以仍是 纯善的天命之性 天命之性尚未经主体实践 已完全彰显之前 主体的状态 是善恶混 而非只性是善恶混 张载确实有词不达意的情况 但穆先生也确实太死守性体的至善意义了 如其言 凡顺于穆不已 肢体言性者 成体神体俱在 皆是性体位义超越的 无善恶乡的绝对至善之傲体 密体 既感真己、创造真己 即活动即存有之真体 横渠说 性未成 则善恶混 此故是致词 但其实意却只应是意味性体自身在位 通过尽心意气以张载之之时 只是自存的纯然至善 无善恶相之真体自己 故及其通过微微 缅缅 既善之尽心意气之功夫时 即成 具体而真实的性体之全善 此即是 成性 24 穆先生就主体为做功夫 以前所说的状态还是指观心性体意之纯善无恶的一面 这就如同珠希观心天理中不能有人欲之意以批评五风同体意用之说是同样的思路 就是只关心本体本身的纯善的意义 而不能谈在气化实然的现象世界 卻理的主体状态 依据朱希批评五风是 九,以礼言与以弃言之命的辩证。 张宰言,与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礼也。 穆先生认为,富贵之命运之事必须忍以弃言, 弃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因此,穆先生也就同时对于, 大德必受命之命提于已否定了。 其言,生死受邀之命以弃言,此不错。 唯恨取解,富贵在天,则曰以礼言,此不弊地。 其如此说之根据是,大德必受命, 又根据,一简礼得而成为忽天地之中,而说。 实则大德不必定受命,如孔子,释迦, 耶稣皆不曾受命,或可受命而不受。 顺谷之圣王说,如摇,顺,语,汤,文,武, 自可说大德必受命,而礼上时大德不必接受命也。 王冲解,富贵在天,世上观天心,此时仍是以弃言。 王冲完全自弃说性命,故有云,用弃为性,性成命定。 性是弃性,才性,命是弃命。 文王在母胎时即已受大命矣。 此完全决定于生物学的先天之气, 即自然生命之强度自有其光滑与富贵。 摇,顺,语,汤,文,武故亦有德,此自理想言之, 例来说其为大德,若从事实言之,虽有德,而不必为大德。 至少其受命不必全决定于德,不必能全以理言。 总之,大德不必能受命,受命者亦不皆有大德。 此不纯是理之事,毕竟英雄之气分数多, 此外还要加上所臣之事与所欲之机。 而,在地其个人生命之强度与外在的所臣之事与所欲之机, 皆是弃之事也。 故,与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皆不必地。 二十五 张宰说大德受命,富贵在天的话时, 其实也没有多做理论的发挥, 可以视为仅是一个意见的表述而已。 但是穆先生明白地指出大德不必受命的立场, 这却是一个更为强势的立场。 这就与,中庸,异传,中的若干命体有立场上的违背, 当然,中庸,异传,的立场也是意见的表述, 也是没有理论化的演绎, 甚至,横诸事实, 穆先生的话更接近真相, 只是如此一来, 儒家可以立足的地盘又少了一些了。 十,对信心和意知理论意义的讨论。 张宰言,和信与知觉有心知名, 然而穆先生对,和信与知觉有心知名, 一句持批判的态度, 主要在于张宰说的是一般的认知心, 而穆先生必就主体意志纯粹化以后的纯善状态 以说心及说性, 故而不认同张宰之语, 其结果是穆先生建立了一个心性位一的诠释系统, 心性在也无法区分, 甚至一般的认知心功能也不被照顾到了, 这样的思路就是穆先生几乎已经排斥哲学理论应该照顾到的各方面的基本问题, 而只管设主体实践以真圣境的一路。 参见其言, 按此与义不得当, 和信与知觉, 好像是说信体中本无知觉, 信是信, 加上知觉才有, 心知名。 此具有, 和, 自表示心, 与上具有, 和, 自表示性, 皆是不经热之志词。 书不知在信与心处, 均不应如此表示也。 依上第二节贯通之书解, 信就是太虚计感之神。 明知曰信者, 是对应个体或宗对天地万物而为其体言, 此是信体义, 又自其能起道德之创造或宇宙之生化言, 则是信能义, 又自其所有之道德创造乃至, 阴阳鬼神, 之化皆是此信体所命之本分, 当然而不容易, 必然而不可疑者言, 则是信分义。 宇宙论的宗言之, 只是一个虚体, 神体, 自对应个体或天地万物而为之体言, 则有此三意, 此事, 信之明, 之所以立。 而, 何须与弃有信之明, 则不切以。 信之明即是旧太虚计感之神, 此一曰虚体, 虚即是体, 一曰神体, 神即是体, 说, 则信之明亦不能由外此而别有所何以立。 二十六 张宰所言, 是在座存有论的概念定义之事, 但是穆先生一方面不许信之明义中无有知觉能动力, 因为穆先生要信未体且有实践力, 二方面你将信义与心义完全等同, 因为穆先生要将心的实践功能赋予性概念。 穆先生说信有信体信能信分三意, 信体说其为万物之本体, 信能说其有创造能力, 信分说此创造为其本分。 如此一来, 则信体已是道体意义。 其实, 本体, 创造, 本分三意皆是穆先生为儒家, 道德的形上学, 所设立的, 形上实体, 的功能一指, 此实体是形上学问题所需设立的存有范畴, 穆先生为了让天道实体可以被证成, 虽以主体心的实践以达胜进为此道体之正成之缘由, 结果, 却让主体心与道体为同一实体, 而在这其中就是由性体扮演串联的角色。 因此, 性体的角色功能由道体取义, 从而转入于心体, 一切都是在穆先生将道德实践的动力与道德实践的完成两意合一于, 道德的形上学, 之理论建构中所发展出来的, 性体即摄取心体之功能而与心体合一, 因此, 穆先生所认定之心概念就不是一般的心理认知甚至血气心之之心了, 则参见 心不但事, 行即生矣, 神发之矣, 之行身后之, 之, 亦不但事刻感知实之, 依连希, 神发之矣, 下, 则云, 五性感动, 而善恶分, 万事出矣, 如指以行身后所发之之味心, 则此心不必能真定而纯一, 此可约心理学的心, 实心, 经验心, 习心, 成心, 而不必是真定纯一, 动而无动, 静而无静, 动静亦如知神心, 真心, 本心, 超越心也, 是以心之名绝不适就此经验层, 感触层, 上力, 二十七, 穆先生将心概念说成不是一般的心, 以及不是主体在没有实践, 没有成圣的一般状态中的心, 然而, 弹形上学说有一个天道之天心是可以的, 这是以心概念的活动意说明天道实体本身及具有的宇宙生发功能, 但是说功夫论时, 此一等同于天道实体神体虚体性体的超越本心, 就是天命之性的意思与功能而已, 意即本心即性, 性即本心, 是形体知觉之心以本心, 即性, 为意志方向, 而支持而变化气质, 静心意气而成圣的, 单以纯善的本心而说心, 则功夫论就谈不到了, 那就还是形上学语言之内的套套逻辑而已, 然而, 这却是穆先生真正的思路所在, 意即人是要强调一个性与心意指完全无法区别的心性和一说, 其言, 然则如果首先, 本体宇宙论的, 说, 则心之本意, 最深意, 根源意, 必须就神体之, 虚名照见, 说, 而灵之明觉知之觉意, 必须就此神体之明说, 是已不适, 和性与知觉有心之明, 乃是就性体既感知神之灵之明觉或虚名照见说即是心, 此心之明之所以立也, 依此, 性体之全幅具体内容, 真实意义, 即是心, 性体之全体呈现卫心, 性体之全幅客观内容, 形式意义, 即是性, 性体之全体挺立卫性, 首先性具有性体性能性分三意, 自心言, 心意必类比相应的具有此三意, 心体意, 心即是体, 心能意, 心能创生, 心能行者, 心载意, 心主于生, 其所自律而命于无人者皆是本分之宿定, 大行不佳, 穷居不损, 分定故也。 依此而言, 心性完全合一, 不, 完全是一。 若以性为准而言之, 则除上三意外, 尚可加两意而为五意。 一是性分所具以成之性理意, 性体字具普遍法则即是理。 此外, 则是性觉意, 性体之, 神之名, 即是觉。 如是, 性体性能性理性分性觉五意被性之全体明, 心之全体意明以。 此为心性是一支宇宙论的模型。 但此宇宙论的模型必须经由道德实践以证实而针定之。 心性是一支宇宙论的模型以性为主, 道德实践之证实而针定此模型, 则须需以心为主。 由宇宙论模型建立客观性原则, 即建立天地万物之自性, 虽有性觉意, 亦是客观的说, 亦是客观性原则。 由道德实践之证实而针定之, 建立主观性原则行者原则, 具体化原则。 28. 上文中, 穆先生即以心性是一维其立场, 这就纯粹是一个形上学问题意识下的思路, 以性体说为道体说是宇宙论的模型是可以说的, 但加入了心体就废纯舌了, 所以穆先生必须说性体是自客观面言而心体是自主观面言的话, 更重要的是, 心体的主观面是扮演实践之证实而针定的角色功能。 笔者认为, 就实践言, 是功夫论的课题, 就证实而针定言, 是知识论的课题。 穆先生在谈形上学问题实际把功夫论色入行上学, 也把知识论色入行上学, 两个主要由心概念来承担角色功能的哲学问题已经与形上学问题混杂在一起了, 于是穆先生就把心概念建构成心体意, 而此意知心体即是等同于性体, 也等同于道体了。 然而, 单就功夫论言, 功夫论讨论主体实践自不圆满以致圆满的实践方法, 因此不以只掌握超越本心意义而遗漏心理知觉意义, 不在心理知觉处做功夫则所谈者只能是成圣之后的境界了, 既然讲的是成圣后的境界, 则道德实践的意涵其实又已划走了。 穆先生激励道体性体心体为一知形上学立场, 做法则是扩充性体意味兼具道体及心体的功能, 而说有五义, 即为, 性体性能性理性分性觉, 因之又说心体意有相应的五义, 为心体性能心理心载心存有义, 这其中的第三义知性理义而言, 穆先生认为这即是诸熙所言知性理义, 其言, 依仙情儒家以及连熙恒曲之所体悟与规定, 就五义中第三义知性理而言里, 自此而言是多。 二十九 穆先生从行上学, 功夫论、知识论和说性体意而说有五, 并说五义贯通互惧, 而朱熙所说却只是其中前三义, 且不通另二义。 逼者以为, 朱熙确实有在其中第三义上的强调, 但并不表示其他四义朱熙不处理或持对立意见, 因为其他四义是本体宇宙论及功夫境界论的议题, 至于第三义是抽象思辨的存有论议题, 关键旨在其他如者从未在此第三义上强调过, 朱熙强调之, 故而凸显朱熙论性体意的特质, 穆先生自己都说了五义互通, 则又何须强制朱熙为谨守第三义而不同其他诸义者, 更何况, 穆先生说朱熙也有性体与性分两义, 如此则只剩性觉, 性能二义是朱熙所不兼设的, 然而,此二义真正是功夫论的课题, 只是穆先生自己将它们强加入性体功能中说而已, 并非朱熙对性概念的讨论有特别对立于他如之处。 然而, 性体概念在穆先生挽和道体与性体功能的定位中, 是把本体宇宙论功夫境界论以及存有论的问题都塞入性体概念中由其承担的做法, 如此才有此五义全备之说, 然而, 在哲学史中, 实际上也未有那位如者之言性时皆全备了这五义, 即便全备了这五义, 也不会是皆以性概念来说这些功能的, 而是会致放在道体及心体概念上运用的。 然而, 意见过于强势的穆先生, 在这许多功能中读读分定位出抽象思辨, 概念定义的存有论问题为诸熙哲学的重心, 即其中性理一意者, 而为其不通他意, 而对诸熙提出以下批评。 一, 其言性或太极之为理, 虽亦由, 超越的所以然, 而得保持其为, 存在之理, 但却是静态的, 不能起生化之妙用的, 即只是静态的未存在之理, 而非动态的未存在之理。 二, 性或太极之为存在之理既如此, 则心神具旁落而属之气。 依此, 自宇宙论而言, 则理与气味恒列的相对之二, 虽亦云理先气后, 自道德实践而言, 则心与性味恒列的相对之二。 因此, 虽犹太极性体之生物不测或道德创造之, 本体, 宇宙论的, 立体直观之创生形或扩充形, 转而为认识论的恒列之静寒形或静射形。 三十, 笔者不同意穆先生这样定位朱熙思想, 朱熙在存有论上的发言仅限于存有论的意志, 朱熙在其他哲学问题上的发言则亦有宇宙本体功夫境界论的准确意志之表述, 此在笔者专文讨论穆先生对朱熙意见反省的地方在语身论。 就本文而言, 穆先生即便是在性体武艺中发现了朱熙所强调的性理义, 因此还给了朱熙所言性理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意志上的恰当定位, 但是穆先生仍要强烈主张朱熙所言缺乏其他朱义, 并且造成性性理气分离的结果。 其实, 纵惯形的本体宇宙论是一套不清楚的哲学理论, 就传统哲学的理解与诠释而言, 宇宙本体功夫境界全部搅混在一起, 以为是周章明到武丰向山扬明及山共有的系统, 却其实在连西、横渠、向山、扬明及山处处都见穆先生在小地方批评他们的语姬。 而穆先生对他人的批评, 却多是在他自己藉由先情及宋明儒学之权式所建构的自己的话语系统为基础, 而为之发言的, 也可以说穆先生是主要批评陈珠次要批评陆王周章的, 至于穆先生的这一套系统, 当然是在他讨论各家的历程中建构起来的, 就其对章仔的讨论而言, 最有特色的重点在于将章仔之学分位说道体、 性体与心体的三项来处理。 其实, 穆先生谈论梦庸意识即是由人、心、性、天的架构在谈的, 人是价值意识, 心性天则是存有范畴, 则是同于此处之道体、 性体、心体之错意。 穆先生说论梦庸意识心性天一贯之意, 即是此处之道体、 性体、心体一贯之意, 而此意一贯, 竟是一方面是抽象为理的纯善的道体、 性体、心体之流行, 一方面是圣人境界的心性天事意。 结果是功夫谈不上了, 现象世界谈不上了, 所谈的两种形态的理论, 高则高矣, 美则美矣, 但却不能涵盖各方面的哲学基本问题。 十一, 结论 本文讨论穆先生对张仔诠释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文中多见出穆先生在自己的概念系统意见形成之后, 反过来反对张仔的概念使用意的批评意见, 文中也见出穆先生每每直接以朱熹的意见作为与自己的意见之有所差别对立的参照讨论对象, 但多有窄化解释朱熹言语的做法。 总结穆先生对张仔的讨论, 其依未更见出穆先生形上学中心的思路之强制性地表 现在说到体积是神体、虚体之意见中, 其二位穆先生之形上学思路中有角色功能的几乎都是为理抽象的超越性存有, 气化实然的一边是完全为其所旁置的, 如此一来则造成他所建立的形上学体系变成不能谈经验现象世界的系统。 其三位穆先生谈儒家的命运意定调太高, 大德不必受命的立场其实不同于拥益之若干命题的意见。 其四位穆先生以性体为中心沟通道体与心体概念而说为中西哲学最大之别意之处, 此说实际上就是将实践的功能置入存有的讨论中, 然后即性体概念的多亿将新概念的功能收射进入, 结果使得信心完全是一, 但是这样的建构概念之意义何在? 其实只是造成概念之间无法分辨, 所成就的只能是一套狭窄的问题意识基础上的理论系统。 而对于一般哲学基本问题的建构是没有贡献的, 更对于一般的经典文本难以顺承的理解与诠释。 以本文首次发表于2009年5月23日6至5月24日日, 于中国文化大学的小峰纪念馆, 主办单位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到与德与当代哲学的展望国内学术研讨会。 2.穆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台北镇中书局, 1981年10月4版,页437。 3.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439。 4.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439。 5.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443、445。 6.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445。 7.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460。 8.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458、459。 9.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462。 10.参见穆先生言,王毕驻第十章之,身之,云,不塞其原也,驻,处之,云,不经其信也,驻,身而不有,云,不塞其原,则物自身,何功之有? 10.驻,为而不适,云,不经其身,则物自济,何谓之事? 10.然则所谓,道生之,所谓已无谓本,时非道或无能存有论的生之也,乃是通过无,无之一种无的境界, 10.让开一步,不塞物之自身之原,不经物之自济之性,物自能生自能济也。 10.驻则人是物之自身,物之自济。 10.唯须让开一步,不塞其原,不经其信,以让其自身自济。 11.不塞其原,是这造作,干涉,骚扰,乱动手脚之自赛其生命,不经其信,是这脚柔,异计,把特,智固之居进其信,枪贼其信。 11.绝大功夫是在此,遮拨,上座,而由此已显到与无。 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463。 11.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470,471。 12.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471,472。 13.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477,478。 14.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479,481。 15.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482。 16.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495,496。 17.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03。 18.参见穆先生言,气质之性一方可化,一方亦是一种限制。 从限制言,气质之性是道德实践中一种限制原则。 18.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06,507。 20.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08,509。 21.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09。 22.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10。 23.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15。 24.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21。 25.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29,530。 27.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31。 28.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67。 30.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也567。 568。 3250.961.912OK9 Text斜线HTML 29 Friday,26 November 2015.50分51秒 GMT28 2034CF-177 Bull Face-495 E410 B4C-0003 Heights-5961 91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3.保住锐气,度保锐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 3.对目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4. 首页,向上,功夫境界世界观世易,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4.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反省,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4.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冯友兰,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冯友兰, 真元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所以为心如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对木宗三宋明如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对木宗三批评珠希与成怡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周连希与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对木宗三权势珠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珠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对木宗三珠希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如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乘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乘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对劳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杜宝瑞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以前言 本文之作将针对劳宗三先生, 心体与性体, 一书之小于宗论大于部分作逐章细节讨论, 这也是笔者对穆先生学术研究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穆先生所建立的当代新儒学体系, 是当代中国哲学最具创造力的系统, 就其开创之功而言, 在当代著作中, 难有出其有者。 然而, 穆先生在儒室道三教之辩证问题的立场上, 对道佛多有不准确, 至于在儒学内部的毅力高下之简则上, 高禄王扁陈珠, 建立了陆王学及先秦儒学的义理形态, 是唯一道德的形上学系统, 笔者对于穆先生处理陈珠之论, 多有不弃, 亦认为是穆先生的过度诠释, 充满了对陈珠之学的误解与贬义, 对陈珠时不公允, 亦有所妨碍于陈珠学在当代及未来的认识与发展, 笔者虽多有未闻讨论, 然因穆先生之著作卷一浩瀚, 穆先生之意理绵密深厚, 要反对穆先生之意见绝非一两个命题意见能说清楚的, 因此, 除非直接面对他的所有文本做一对一的疏解反省, 实意难以说清楚究竟穆先生的误解与不准确是落在何处, 因此计划以, 心体与性体, 即, 从陆向山到琉吉山, 两书的所有章节, 做逐章重点的书解及讨论, 这一个工作其实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只是次序上并未照着全书之章节从头做来, 笔者已经讨论过的章节包括周莲熙全章, 朱熙之人说集中和说集, 大学, 全是三部分, 本文之作, 集其中的开头部分, 而本文集是此开头阶段的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为宗论第一章之第一节及第二节之全部, 以及第三节论于孔孟部分, 本文集从第三节之, 庸, 义, 部分开始讨论, 事实上, 穆先生的写作, 也很难判断他自己是从何处开始下笔, 但作为研究者而言, 总是将全书处理过一遍, 从义里掌握而言, 即不至于有因疏漏而至误解其说之余, 二, 中庸, 知性与天的关系, 对于中庸, 定位的讨论, 穆先生是把他放在, 性与天, 之合一的命题重点上, 其言, 关于天命之畏性, 中庸说此语, 其字面的意思是, 天所命给无人者即叫做是性, 或天定如此者即叫做是性, 单就此语本身看, 尚看不出此天所命而定然如此之, 性, 九世和层面之性, 然依下句, 率性之味道, 亦欲看, 亦欲看, 性不会是弃性之性, 又一,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亦欲看, 如果, 中, 自己指, 性体, 言, 则作, 天下之大本, 之中体, 性体亦绝不会是弃性之性, 又一中庸后半部言成, 言尽性, 乘是功夫亦是本体, 是本体亦是功夫, 乘体即性体, 性亦不会是弃性之性, 此可能是根据孟子言性善而来, 这段文字中穆先生所关切的问题就是这个, 性, 不是弃性之性, 不携带着弃, 而是纯粹的天命天道, 穆先生这样的强调, 其实就是要将, 中庸, 的命题建立为一, 道德的行上学, 之意指, 而那就是去说出一个超越的实体, 一个纯善的, 非弃存在的, 能起创生作用的实体, 它故是性体, 是人性主体的性体, 但是不受人存有者的弃性生命之限制, 因为它是与天道同体的性体,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将在本文下一节讨论, 一传, 实在深入处理, 这样说在理论上可产生的效果即是正面的说出一个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性体, 而与孟子从主体实践上说的性体有不同也有沟通的意志, 这才是穆先生谈, 中庸, 的重点, 参见穆先生另言, 孟子之自道德自觉上道德实践的所体振之心性, 由其, 故有, 天之所欲, 即进而提升为欲, 天命实体, 为意也, 而此一集形成客观的从本体宇宙论的立场说性之意, 如果, 天, 不是人格神的天, 而是, 于目不已, 的实体, 意知天, 而其所命给无人而定然如此之性又是以理言的性体之性, 即超越面的性, 而不是气性的性, 则此, 性体, 知实意, 内容的意义, 必及是一道德创生之实体, 而此说到最后必语, 天命不已, 知实体, 使宇宙深化可能之实验, 未同一, 绝不会, 天命实体, 未一层, 性体, 又未一层, 是则成体即性体, 亦即天道实体, 而性体与实体之实意不能有二亿名义。 而, 在穆先生的讨论中形成了说性的两路, 其一为孟子的自道德实践的说性, 其二为自天道实体的本体宇宙论进路的说性, 穆先生说两路必须是一路, 说两层必须是一层。 其实, 这里还涉及两个不同层次的哲学基本问题。 第一, 从主体说性即从天道说性是一回事, 第二, 说主体之性即是天道是另一回事。 就第一点而言, 孟子自实践上说性, 是功夫论上说功夫所拒之在人存有着身上的良知良能之性, 此性是否上身为天道, 也许孟子并未明说, 但是, 中庸, 之所说就确实是说有一个天道负命的人性, 但是, 中庸, 所说及孟子所说之性都只能是同一个性, 同一个扮演主体本质性本性的功能的性, 他从功夫论说, 是作为主体实践的价值意识之定准, 他从形上学说, 是作为天所负命于人的本性, 但他总之就都是说的是人之本性, 因此他有功夫论的功能, 也有形上学的角色。 功夫论上使主体之实践有定准, 形上学上使天道实体与天地万物有内在的连结, 可以说在孟子处多注意及功夫论上的功能, 而在中庸处则发展他行上学的角色。 就第二点而言, 说性体及天道实体, 这差不多等同于说孔子之人及天的意思。 然而, 从概念范畴说, 性体与道体两者毕竟在指射上有所不同, 但是, 从价值意识的内涵说, 性体与道体当然必须相同, 因为两者都是纯粹至善的本体。 只是, 从存有论的角度说, 性体以其为人存有者的本质性本性而为本体, 道体以其为整体存在界的根本意义而为本体, 两者内涵可以相同, 但是存有范畴的指射意识人士不同, 因此穆先生特畏指出两层是一层之意应与辩析。 穆先生的思路常常都是从行上学跳到功夫论, 再从功夫论跳回行上学, 最终多半以功夫论说行上学, 以制造成功夫论与行上学不分, 导致理论的纠缠难解。 因此说性体与道体不分的话, 只能是从功夫论上说性体与道体的价值意识皆是主体的价值意识之内涵, 但是纯粹从概念分解的存有论上说时, 两者并不相同。 穆先生说的成体及性体只能是借着圣人实践达至圆境时, 整个天下都是圣人意识的含符, 此时圣人之性体无限扩充之, 而即与天道实体为一, 天地万物就是这位圣人的实践的心意来真定的, 此时说性体及道体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性体及道体之唯一是就着圣人境界说的, 而人不是就着存有范畴说的, 在其他个别的状态中, 性体与道体只能是有价值意识内涵的同一, 存有范畴上它们始终是两回事。 然而以上比者所做的区别, 在穆先生以下所述之旨意中仍是混在一起的, 其言。 就其统天地万物而为其体言, 约实体, 就其具于个体之中而为其体言, 则约性体。 言之分既有益, 而其为体之实意则不能有益。 是即横取所谓, 天所性者通即于道, 弃之昏明不足以弊之, 之矣。 性体与道体或天命实体通而为一, 故自此意言性者特众, 为天之命于目不矣, 之师, 随形成客观的超越的自本体宇宙论的立场说性之意, 而与孟子之自道的自觉实践的说性, 特众, 明之饼, 好事亦得, 之师具者有益, 然而为始不相呼应, 相共污, 而益本可如此上体也。 由孟子之自道的自觉上实践的说性, 由其如此所体振之性之, 故有, 亦, 天之所欲, 亦, 以及本心即性, 万物皆被与我, 心性向绝对普遍性伸展之意, 则依一行而上的动物渗透, 充其即, 即可有, 性体与天命实体通而为一知提升。 中庸如此提升, 使与孟子相呼应, 而圆满地展示出。 三, 文中穆先生说所言有分计之意, 但其为体之实意不意, 是既承认有别又要说共同, 这是指天道实体与性体而言, 说两者之存有范畴有别但价值亦是共通, 这是一定可以成立的话。 因此穆先生说, 中庸, 上身孟子之从主体实践处之性体为天道之实体, 这话应解读为, 中庸, 弹出了一个可以作为主体实践的性体之形上依据的天道实体, 这个天道实体因着主体的实践实证而可却知未真有磁体, 所以中庸是在孟子的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说出了形上学的普遍原理的天道实体的命题。 但是, 形上实体还是形上实体, 它就是天道实体, 而主体实践之依据的良知良能之性体还是主体的性体, 它就是性善之主体的性体, 这个性体一方面作为实践的主宰一方面作为存有的本质, 因此又可说, 从本体宇宙论说性体与从道德实践说性体是一, 的话, 因为两路所说者都是性体, 只是从两种哲学基本问题的入路径来说此一性体的, 一路是存有论的说性体, 一路是功夫论的说性体。 但是, 说道体极是性体这话就有问题了。 这样的说法是两个存有范畴合为一个存有范畴的意思, 严格地说, 只有佛教华言宗的毕卢哲那佛有这样的存有论的地位, 此佛自身之主体极是变在的整体宇宙, 因此道体极性体。 说儒家的圣人之一主体之性体而实践而影响及于整体存在界而说谓即是道体时都稍有说过头的情形了。 笔者必须说, 从穆先生更多的其他文本显示, 最终穆先生还是要指出性体即是道体的天道命相贯通之理想员满意, 笔者要强调的就是, 这只能是就者圣人的境界说的, 而不是在形上学上能有这样的一个命题可以成立的。 正是因着穆先生在谈形上学命题的时候流入了功夫论的问题意识, 所以他就会对纯粹停在形上学存有论思路中谈性体与道体的概念分解的陈珠的命题予以批判了。 其言 由于中庸之提身, 宋明如即存在的与之相呼应, 不但性体与天命实体上通而为一, 而且直下由上蓝断定, 天命实体之下惯于个体而聚于个体, 留住于个体, 即是性。 于目不已, 即是, 天, 此实体之命令作用之不已, 即不已的起作用也。 此不已的起命令作用之实体命至何处即是作用至何处, 作用至何处即是留住至何处。 留住于个体即为个体之性。 此事成中庸之圆满发展之下存有论的言之也。 此虽与中庸稍有间, 然实为中庸之圆满发展之所含。 宋明如如此断定, 不得为无根也。 此断定几乎是宋明如共同之意事, 即一穿诸子意不能外乎此, 即向山阳明义不能为此为其出。 为积极地把握此意者是横渠、 明道、 五、 与吉山, 此事成中庸一传之圆满发展而言此意者之正宗。 一穿诸子意承认此意, 为对于实体、 性体理解有偏差, 即理解为止是理, 只存有而不活动, 此即丧失, 于目不已, 知实体之本意, 亦丧失能起到的创造之、 性体, 之本意。 向山阳明则纯是孟子学, 纯是一心之伸展。 此心即性, 此心即天。 如果要说天命实体, 此心即是天命实体。 四、 本文前段所说之天命实体下贯个体即是性, 此意是说天道流行, 此说可以成立, 说其成立是说人存有者的本质性本性即是天道负命的, 这就是从本体宇宇宙论的定位人性主体之性体的存有论地位之意。 但是, 做功夫时, 主体以性体为意志之其向而此性体即在价值意识上同于道体, 因此做活动的时候可以说性体即道体, 但是这个同一还是只设计价值意识的同一, 主体既是以性体也是以道体为实践的意志其向, 只要主体在存在范畴上并不即是整体存在界, 就不能说在形上学上性体即是道体。 然而, 明明是形上学存有论的问题, 穆先生却还是以功夫论问题意识来侵入形上学的命题定位中, 故而肯定向山之此心即是此性又即是此天, 因此即是天命实体, 而穆先生却批评成诸之理是只存有不活动者, 故而其已丧失道德创造力。 笔者认为, 诸悉某些谈话只是在存有论问题意识脉络下的谈话, 不涉及功夫论问题, 并非不谈功夫论更非否定功夫论, 而是某些命题确实单单只是在谈存有论问题而论之存有范畴的概念定位, 故而性体、天道实体甚至主体之心各式不同的存有范畴, 纯粹就其价值意识之为实体而言, 它是只存有不活动的, 整体的以其就在天地万物之间主导万物之声发而为现象之流行变化而言, 它就带出了现象的活动, 因此应该要转位说为是天地万物的现象世界的活动, 若还要说是价值意识的实体的活动, 那就是要另有语意约定了。 至于强调实体之价值永恒不变, 不随任何现象流变而更改自己的恒善本体而言, 此理智不动, 这仍然是可说当说且硬说的话, 这就是朱熹的若干命题在处理的问题, 这就是纯粹在抽象思辨的存有论脉络中的命题。 至于沐先生说向山之此心即是天命实体的话, 依笔者的分析, 这就是功夫论的话, 是此一主体之心以性体即实体为意志的奇象, 所以还是价值意识的统一, 是功夫主体的价值意识之统一, 而非行上学问题中的存有范畴的统一, 因此并不存在着说性体与道体的统一才是正确的命题的行上学立场。 一级并不存在行上学问题中的集存有集活动的性体与道体, 只是行上学中的性体与道体皆在主体的心的实践中作为共同不分的价值意识而为主体所实现着。 同时, 也不存在着只存有不活动的行上学令题, 而只是有说此价值意识的道体与性体的价值意识是永恒不变的意识, 而此一道体即在天道流行中即以整体存在界的活动而动作了, 以及此一性体即在主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中意味有其动作了。 前者是存有论的性体道体理体制在宇宙论中说的, 后者是性体道体理体制在功夫论中说的。 因此, 只有明确说明正在谈论哪种问题才有要提出哪种命题的立场。 由于穆先生刻意地将功夫论制入行上学中谈, 以至于有性体道体位一的立场, 甚至, 更有心体与性体道体位一的立场, 这就更是将功夫论与行上学合构的做法了。 穆先生对王阳明谈我的灵明辨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之说, 就是把实践活动嫁入行上命题中处理的做法, 其言。 此便是一心之伸展, 一心之涵盖, 一心之辩论。 自道德自觉上道德实践的所体振之本心, 所扩充推至之良知灵明顿时极普而为本体宇宙论的实体, 道德实践的研知者顿时极普而为存有论的研知者, 唯不先客观的研疑于目不以, 之实体而已。 而先客观的研知, 在, 归于心以时之, 或两面皆饱满顿时极为意以言之, 亦无过。 此极横渠, 明道, 武风, 及山之路也。 5. 王阳明的语义确实是极强烈的, 但是, 王阳明的哲学立场不可能是说的像佛教绝对唯心论意指的话语意, 只能是唯是说天地万物的价值意是必须是因着主体的实践才会有所彰显的意志, 因此只有功夫论的意思。 但是穆先生却将望阳明的话语意指向上提升为本体宇宙论的意志, 将阳明之本心说成了本体宇宙论的实体, 这就是将主体的道德活动语言说成为天道流行的存有伦语言, 这就进入了穆先生的道德的形上学的语言系统了, 这是笔者不同意的部分。 就主体活动而言, 主体的价值意是变在了天地万物而与天道的意是合而为一, 这是可说的, 这就是功夫实践以至成圣的境界的话。 但是, 就存有论的语言而言, 主体还是主体, 整体存在界还是整体存在界, 天道实体以为本体还是天道实体以为本体, 个人性体还是个人性体, 这些都是必须分开说的。 因此不论是扬明由主体实践以体正天道, 或是横渠、明道、武风、吉山等先说天道再说由主体对天道的实践及体正, 如学家所说的都是在功夫论脉络上的意志, 此时说性体、心体与天道因着主体的实践活动而合一是可以的, 但是无论如何说, 所说的都不是存有范畴中的主体之心、主体之性体, 天道之本体的三是为一式的合一, 因此并没有穆先生所意指的那个形上学的合一的命题。 总之, 穆先生定位, 中庸, 将, 中庸, 在儒家, 道德的形上学, 建构中的最重要功能, 就说在性体的建构上, 而此性体又即在实践中即是天道实体, 因此性体即天道实体, 但是此一性体即天道的说法却是将功夫论语言错误的置入形上学语言中而说出的。 此外, 当讨论到象山、 杨明的言于心体之功夫实践活动的命题时, 就更跳跃地将心体与性体及道体合一了, 而这又更是功夫论语行上学的错误的混同。 三, 异传中的天道实体 就, 异传, 之讨论言, 穆先生认为在, 异传, 处则儒家之道德的形上学已圆满地建立了, 这是因为, 异传, 又多了宇宙论的命题, 因此讲形上学的命题更真丰富。 但是, 也正是因为宇宙论的命题出现的叫做, 在穆先生的讨论中却一方面将性体与气分开, 一方面将心体与性体等同, 因此造成了一套只活动却不存在的空谈心性之理论。 参见其言, 干道变化, 各阵性命。 此语字面的意思是, 在干道变化底过程中, 万物, 各个体, 皆各得镇定其性命。 此语本身并不表示所镇定的各个体之性命即是以理言的性命, 亦可能是以气言的性命。 但首先不管是以理言的性命, 亦还是以气言的性命, 此总是从, 干道变化, 说下来, 此即是性命之本体宇宙论的, 明。 此说明之方式尚未见之于中庸。 中庸只表示性体与道体通而为一, 未直接表示从道体之变化中说性命之正或成。 但义传却直接宣明此方式。 甘文言曰, 甘缘者使而哼者也。 立真者性情也。 从立真处说性情即是从个体之臣处说, 个正性命, 也。 从立真处见个体之臣, 即见性情之实, 亦即见性命之正。 甘道之缘亨利真即表示甘道之变化。 实则甘道自身并无所谓变化, 乃甲气, 即带, 气化, 以显而。 甘道刚见中正, 生物不测, 即是一创生实体, 亦即一, 于目不已, 之实体。 然此实体虽是一创生的实体, 虽是不已的起作用, 而其自身时无所谓, 变化。 变化, 者是带, 气化以行, 故甲气化已显而。 变化之实在气, 不在此实体自身也。 甲气化已显, 故原亨利真复在气化上碎亦成四阶段, 因而碎眼若成, 甘道之变化过程已。 然而原亨利真亦称甘之四德, 则生斩出去说为四阶段, 亦可收射来附在甘道之体上说为四德也。 即是体之四德, 则生斩出去成四阶段而显一, 变化, 相, 此显示甲气亦显而。 6. 穆先生从, 甘道变化, 各阵性命, 说本体宇宙论, 就其落实于个体生命时则提出, 甘道, 所落实的性命是以理言还是以气言的问题, 而穆先生自己则主张, 是以理言而非以气言, 且说甘道自身无变化, 变化在气不在此实体本身。 依据穆先生这样的说法, 简直就是在说朱熹的理气说中的理存有的性真了, 甘道之实体有创生的活动, 但却不变化, 变化的是气, 甲气以显甘道的创生作用。 如此一来, 实体落实于个体而成义只是以理言之性命, 则穆先生系统中更是强烈地存在着理气二元的立场, 只是穆先生强调, 拥、 义、 之理是活动的, 而说朱熹所言之理是不活动的。 其实, 穆先生讲甘道实体不变化的意思 也就是朱熹讲理不动的接近意思了, 因为朱熹所论的真正重点是在理事意与气共在共够的存有范畴, 气是实然的一面, 理事规范此一实然的原理, 实际的活动变化都是现象界的气的事迹, 至于此理是否说为活动, 在穆先生是关切作为道德实践的发动力量, 以及是那创生的动力在此, 就此而言, 朱熹两分太极阴阳为理气时, 太极势必要带动阴阳, 因此其理势必要带动其气, 因此朱熹之理当是有创生活动之意, 只是就此理仅为意理存在而非气存在故而说活动变化的具体现象都应该是就气而说, 故而说理事不动的, 重点在强调没有动香, 因为动香都在气的一边显现了。 经过穆先生这样的强调, 其言与朱熹之存有论思路下的说法能有多少差异已是说不太出来了, 朱熹说不动之与在穆先生处即是说不变化, 则几乎可说无有差异了。 穆先生之所以要这么说, 主要是为保住此实体与性体的纯粹至善性, 因其一旦落入气柄的一边, 则就有善恶夹杂了, 但是, 这样一来, 却对穆先生更强调的另一个重点, 即是实践活动力, 是个重大的致命伤。 意思是说穆先生自己进入了纯粹的存有论问题中, 反而脱离了他一向涉及的本体宇宙论的脉络, 正如穆先生对朱熹的批评, 单单强调性体道体的唯理面向, 就是, 论理不论气不备, 就是存有论上的不完备的讨论, 这样的唯理存在的道体与性体, 并不能将现象世界的活动说明清楚, 这不正是穆先生批评于朱熹的意见宗旨吗? 如果穆先生强调的唯理之道体性体不至于有遗漏现象的缺点, 那也正是说明了朱熹丹谈存有论问题时并不否定本体宇宙论的立场, 因此也不存在穆先生所指责的缺失。 同样的排除气化时然于天道实体的思路之说法, 又见其言。 然则此所证之性命是以理言的性命, 还是以气言的性命。 联系之赞语只表示异道是性命之源, 未表示此性命即是以理言的性命。 然通即于体而言性命, 恒之以儒家之道德意识, 此性命不会是以气言的性命, 历来亦无人做如此理会者。 事故必是正面的, 超越面的, 以理言的性命。 当然以气言的性命, 于个体之诚实, 亦自然待在气之凝结处。 然言道德实践之先天根据, 超越的根据, 却无人以此性命为气之凝结处之气之性命, 却必须是超越面的理之性命。 如其是理之性命, 则性即是此实体之留住于个体中。 实体之留住于个体中, 因而个体的正其性也。 正其性即是定其性, 亦即成其性。 此事存有论的正, 定, 成也。 7. 针对, 甘道变化各阵性命, 的性命而言, 穆先生此处明讲的是以理言而非以气言之性命, 说主体的道德活动的根据, 只以理言而说, 这是可以的, 朱熹也正是这样讲的。 但是, 讲天地万物的大化流行, 而只停在理的一面, 而为带着气的一面, 这是不完整的。 虽不完整而做这样的强调还是可以的, 目的在强调其性之纯善的一面, 此性善之实体贯注于个物中而为性体, 但是不能不顾气化实然的现象世界, 必须是气化实然的现象世界意已纯善了才有所谓诚信的作用之可说者, 否则就只是说了个体存在之有理有气, 理顾是纯善的, 且必是道德实践的先天根据, 但不进入气化实然中作用变化而致气亦受导正而为善的流行的话, 则说其诚信之意义何在? 当然, 问题还可以分为本体宇宙论的天道流行说及功夫论的主体实践说两面相, 因此, 干道变化各正性命, 当主要还是在天道流行说, 因此重点就在天道流行之万物化身是否需要说为纯善无恶, 则必须此性善知性贯注气化之实然而使万物成性未善, 否则就是尚未将本体宇宙论所有该面对的问题处理完, 并不是单单提出那价值意识的性善本体就是本体宇宙论问题的全部, 更不是哲学问题的圆满完成, 然而穆先生认为这就是一传对儒学的圆满完成, 而这个圆满中气化世界的存在的一面还是被冷落了, 其言 大抵先秦后其儒家通过中庸之性体与道体通而为一, 毕竟而从上面由道体说性体也, 此即是一传之阶段, 此事最后之圆成, 故直下从, 实体, 处说也, 此意当作圆满之发展者, 不当是作与论梦未相反之两图, 概论梦意总有一刻观地, 超越的言之之, 天, 也, 如果, 天, 不上人格神方向走, 则性体与实体打成一片, 乃至由实体说性体, 乃系必然者, 此与汉人之纯粹的气化宇宙论不同, 亦与西方康德前之独断行上学不同, 此只是一道德意识之充其极, 故只是一, 道德的行上学, 也, 先秦儒家如此相成相呼应, 而至此最后之圆满, 宋明如即就此圆满意存在的呼应之, 而直下通而易之也, 人与天为一, 心性与天为一, 性体与道体为一, 最后由道体说性体, 道体性体人是一, 若必将中庸一转抹而去之, 是, 其图, 则宋明如必将去一大半, 只剩下一路亡, 而先秦儒家义必只剩下一论梦, 后来之呼应发展皆非是, 而孔孟之, 天, 亦必抹而去之, 只成一弃命矣, 孔孟之生命智慧之方向不如此枯萎孤寒也, 是图如家之道德哲学必承认其含有依, 道德的行上学, 使能枪, 天, 收尽, 使能充其智慧方向之极, 而至圆满。 八, 穆先生就, 中庸, 一转, 谈, 道德的行上学, 而所谈的, 道德的行上学, 就着重在, 天, 性, 心, 三概念的是否合一的问题上, 但是, 却是进行在将功夫论与行上学问题混淆的思路中谈的, 同时也是将功夫论上升到了境界论的思路中进行的, 因为只有在境界论的陈述中, 就圣人之活动而说其心与其性时, 才能与天有一意境上的全然是一的说法, 但是这毕竟是论于圣人境界, 并不是单就, 心, 性, 天, 而论其存有范畴, 如此则, 心, 性, 天, 皆应分说, 此意穆先生并未助一极, 至于就具体的天地万物之大化流行, 以及主体的变化气质, 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实践活动说时, 则, 心, 性, 天, 与实然之气皆需一并纳入讨论, 此意义被穆先生说偏了, 穆先生言, 中庸, 一传, 不应语, 论, 梦, 为两图, 因, 论, 梦, 一言天, 故, 论, 梦, 知, 性, 语, 雍, 亦, 知, 天, 应是一事, 但是, 穆先生在说此意时却又是偏向道德意识而遗漏现象世界, 说实体即是性体是可以的, 这是就其本体论的价值意识之相同, 以及存有论的扮演价值原理的角色之相同而说的, 或是就其功夫论的主体以性体以及是实体为意识其象而说性体与实体之相同的。 以上是旧道德意识一路之说性体与道体之为相同者。 但是, 旧存有范畴说, 实体是天道本体, 性体是人存有者的性体, 范畴不同, 不可统一。 至于旧现象存在世界而言, 穆先生说这不是汉人的纯粹的气化宇宙论, 这只是以道德意识之冲击, 故而是一, 道德的形上学, 并且不止性体与道体是一, 更急于心体意识合一。 这样一来, 这各性体实体心体怎么说都距离现象世界越来越远了, 汉人之气化宇宙论固然论极现象, 但亦非没有价值意识的要求其象, 更重要的是, 先情如与宋明如意皆不能没有气化宇宙论的面向, 价值本体不能不灌注落实至气化世界中来, 主体实践不能不及在社会团体中发生效果, 这都是气化的一面的角色功能, 以性体实体心体指示道德意识, 只注意及将心体性体与天道实体合一, 而忽视其与现象世界的实际观设, 这是不完整的讨论。 穆先生重视行上学的天道实体与主体实践的心体性体之合一, 实际上是对儒家哲学的诠释先从孔孟之心体性体出发, 心性是严于实践活动的, 此一实践活动有其行上学的理据之保证, 亦以此一实践活动证实了此一形上实体之为真实, 因此系统中需有天道实体与性体为一的立场, 穆先生认为, 雍、 义, 的功能就在于此, 而这正是, 道德的形上学, 的建构, 若性体不能与天道实体为一而完成, 道德的形上学, 则儒家便只剩孔孟了之言心言性了。 所以穆先生又要将孔孟之心性与天合一。 说其与天合一本来是最好的道德实践与现象世界的合一之思路, 可是穆先生因关切在圣人境界中实践实证而正成的理论功能, 故而只强调纯善的价值意识之在天性心之流行, 表面上使说现象的形上学同时得以与道德实践活动合一的说, 但其实却是无法将道德的实践与对存在的现象的客观说明做结合, 参见其言。 宋明如之将论梦中拥一转通而易之, 其主要目的是在或醒先情如家之, 成德之教,是要,明无人知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知超越的根据。 此超越根据直接地是无人知性体, 同时集通,于目不已,知实体而为依, 由之以开道德行,知纯意不已, 以动彻宇宙深化之不习。 性体无外,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 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 故臣德之即必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 与四时合其婿,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 而以圣者人心无外之,天地气象, 以证实之。 此事绝对圆满之教,此事宋明如之主要课题。 此中,性体,一观念居关键之地位, 最,特出。 西方无此观念, 故一方道德与宗教不能依, 一方道德与行上学义不能依。 9. 本文所说的,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 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 就是穆先生要将说现象的行上学与说道德活动的实践哲学结合的做法, 而这样的话语只能在意有人存有者摄入的动态活动中定位之, 或是人存有者的特定心态视野中见之, 就现象而说的世界存在而言, 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还是两套视野的。 穆先生说性体即是天道实体, 这是要为道德实践活动找到超越根据, 此时这样说两者是同一是可以的, 但那是就价值意识之为同一而说之合一, 意识就天道负命于人性而为价值意识之同一, 而一旦有主体实践至其彻底完成之时, 可以说就此一主体而言, 宇宙秩序即道德秩序, 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 但就广大声明而言, 是否一人如此说则就不一定了, 这就要看这位主体实践者是以何人为典范了, 仅以孔子、杨明而言, 都只能说是自己的道德秩序及宇宙秩序, 都不能是说天下生明的宇宙秩序意已被道德秩序化了, 至于历史上的如者圣者能有哪一位是这一彻底意义下的 使所有生明的宇宙世界即是道德世界呢? 这恐怕是说不出来的。 一级, 穆先生以儒家圣者之人心无外之实践成就而说为绝对圆满之教, 这一个面相的意理当然是存在的, 这就是圣人境界相, 但是要说成是整体现象世界的形上学理论则是斗不到一起的。 所以说到底, 穆先生必要提出一个心体, 性体即是天道实体的命体立场的理论意义, 就是要就着圣人境界说出一套圆满的道德的形上学。 说在圣人境界中有此三者之合一的话比者是同意的, 因为圣人的实践既是依据着天道实体更是正成了天道实体, 但是这个合一仅仅只能是就着一位圣人的自我境界而言, 它既不是现象世界的现况描述, 也不能说是形上学的圆满, 形上学之是否圆满是有多益的, 穆先生是以圣人境界为典范而界定形上学的圆满意的, 而在这个圆满意的形上学中, 道德、宗教与形上学则三是合谓一是了。 而穆先生又强调, 此一合一是的圆满的形上学中, 性体的角色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有特色的, 就是性体才能将形上学的实践活动意建立了起来, 其言。 然无论是讲实体,或是讲存有,或是讲本体, substance,皆无意有,性体,之观念, 皆无意能扣紧如者之作, 道德实践之根据, 能起道德之创造之, 性体,之观念而言实体, 存有,或本体。 无论自何路入, 皆非自道德的进路入, 故其所讲之实体, 存有,或本体皆只是一, 明现象之哲学, 形上学, 概念, 而不能与道德实践使人 成一道德的存在深关系者。 故一方道德与宗教不能依, 一方道德与形上学不能依, 而无意能开出一级韩宗教境界之, 道德的形上学。 10. 穆先生此处即是在做中西哲学比较了, 整个西方哲学史之实体讨论, 皆无性体概念, 故而只是讲现象, 只有儒家讲性体, 借由主体的道德实践, 性体与天道实体合一, 道德与形上学及宗教境界合一, 这才是圆满的, 道德的形上学, 由道德实践的进入讲形上学而达至圆满。 然而, 笔者仁要强调, 这个圆满只能是就一位圣者自身意境的圆满, 而非形上学系统就因之更为圆满。 此外, 穆先生这样的例说, 就是基于这个性体的能进行道德实践活动的意志而说的, 不过, 这样的说法就把本来应该是新概念的功能给包含进去因而有所混淆了, 另外就是借由说实践的性体义又将成诸之学给排斥在实践义之外了, 其言, 如者所说之性即是能起道德创造之性能, 如是体即是亦能起道德创造之创造实体, Creative Reality。 此不是一类概念, 它有绝对的普遍性, 性体无外, 心体无外, 为在人而特显而, 故即以此体为人之, 性。 自其有绝对普遍性而言, 则与天命实体通而为一。 故就统天地万物而为其体言, 约形上的实体, 道体Metaphysical Reality, 此则是能起宇宙生化之创造实体, 就其具于个体之中而为其体言, 则曰, 性体, 此则是能起道德创造之创造实体, 而由人能自觉地做道德实践已证实之, 此所以孟子言本心即性也。 十一 本文中穆先生就是将性说成实体, 并且是创造实体, 故而有将性与天道及主体心混淆的结果。 因为谈创造即是谈活动, 活动必有活动的主体, 人则自己就是这个主体, 而所谓自己当是指人的主宰, 就主宰而言则为此心, 因此是心在主宰自己做活动而为实践已的。 除心以外, 亦可假设整体存在借有一天道之存在, 而为现象是借一切客观自然活动的主体, 亦即推动者, 因此也可以说天道在作用而有实践已。 当人心主体以价值意识推动社会人伦时, 即是与天道的作用合一, 而成就理想社会, 理想社会继承, 以及是正成天道的价值意识的实体与主体的价值意识的性体是同一的。 但是, 上提上提至良知良能的善的状态中, 或说是天命之性的纯粹状态中, 而称本心, 故说本心即性。 然而在穆先生的使用意识中, 此语时尚有二意, 其一为人心就其为血气心之之纯善状态而言即性时, 是说心要进入性体的纯善状态而改称此心为本心, 故而即性, 其二为人心之有其本性在, 故说此本性为本心, 故概念上本心就是在讲人心之性, 故而本心即性。 其一在讲功夫实践活动, 是把性说成了心, 故而性也活动了, 其二在讲概念定义的存有论问题, 是把性说成了性, 故而性也存善了。 以上说心之方式都使得心的血气心之的意涵寓意减杀了, 而穆先生说心就是在本心的位置上发言的, 是人在本心的状态中才有做到的实践之事, 因此穆先生的讨论结果, 却又造成心, 性不分的效果了, 参见。 性体, 亦即特殊, 则, 心, 亦必相应此, 性体, 亦而成立。 顾孟孟子所言之心时即, 道德的心, 也, 此即非血肉之心, 亦非经验的心理学的心, 亦非, 认识的心, 乃是内在而固有的, 超越的, 自发, 自律, 自定方向的道德本心, 是故心即是, 道德的本心, 此本心即是无人之性, 如以性未守出, 则此本心即是张者性之所以未性者, 则此本心是道德的, 同时亦即是行上的, 此心有绝对的普遍性, 为亦超然之大主, 本无局限也, 心体充即, 性体亦充其极, 心即是体, 故曰心体, 自其为, 行而上的心, 言, 语, 于目不以, 知体合一而为一, 则心也而性矣, 自其为, 道德的心, 而言, 则心因此使有真实的道德创造之可言, 是则心也而心矣, 是顾客观的言之约性, 主观的言之约心, 自, 在其自己, 而言, 约性, 自其通过, 对其自己, 知自觉而有真实而具体的彰显呈现而言则约心, 心而性, 则遥顺性之也, 性而性, 则汤五反之也, 心性为一而不而, 时而, 木仙生前于言, 一传, 知干道作用时, 所言之天道流行已是不佳杂气化时然的一边, 说性体更是就其纯粹至善而非弃性之路而说的, 但就本文之说心而言, 又几乎是将心说成性了, 其名指, 此即非血肉之心, 亦非经验的心理学的心, 亦非认识的心, 即是排斥从血气心之之气化时然触说心, 因为其实所说者是, 道德的本心, 然本心即性, 不论是上述之第一意还是第二意, 善故纯以, 然实践活动的立体性何在? 不挂搭在气性生命的纯善活动就为何以? 只能是圣人的圆境, 但那是已经做过功夫而全体纯熟了以后的事。 至于说心, 就是说要拿来做功夫的, 就是在心理之心, 血肉之心的基础上, 以性为内在价值意识而努力实践, 以追求与天道价值意识合一的圣人境界。 因此, 存有范畴上有心有性, 心, 性各自是一个事物, 心之价值意识即是性即是本心, 活动时要求此心以此性为意志的奇象, 如此则心, 性的功能界分清晰。 否则, 活动的既是心, 又是本心, 又是性, 又是实体, 那就只能说的是说圣人自我的内在意识之流动, 必须活动的是肉体心理之心, 才真有功夫论之可言, 此心以灵觉能力为主宰, 其主宰以本心及性及天道之天理为价值其象, 其成就圆满之时即是圣人境界, 在此境界中才能说的心体性体实体是一。 但除此之外, 活动的既只是心, 性是心之活动中不动的指针, 并不是性在活动, 而是心在活动, 活动是功夫论课题, 并不是行上学存有论的课题。 穆先生说性体要说岂有活动创造力, 但是性是人存有者之性, 是人的活动不是性自己的活动, 人的活动是心在主宰的, 故而是心有活动意, 而心的活动是为要做功夫而动的, 做功夫就是从不完美到完美, 故而是在气性生命的基础上说此心的变化气质的功夫活动的。 如果只愿意讲一个与性体一样纯粹至善的本心的活动的话, 那就变成了像百拉图的理行, 并且旨在理行界活动, 这又如何能是如学化成天下的理论定位呢? 依上文中的穆先生的说法, 原本是心的活动的功能也给了性体, 原本是性的纯善的定位也给了磁心, 造就一套纯善的心体与性体的系统, 但这并不是现象世界的实际, 而只是高高在上指导宇宙的纯善之为理。 对于这一个是心也是性也是天道实体的为理对象, 穆先生说其正是由论、梦、 的人与心性之实践而正成的, 正成之故而成了圆满的成德之教, 参见下文。 客观的自于目不已知天命实体言性, 其心亦首先是形而上的自成体、 神体即感真己而表示。 若更行而上帝言之此心亦即为活动亦activity是动而无动之动。 此实体、性体、本事即存有即活动者, 故能妙运万物而起宇宙深化与道德创造之大用。 与论梦通而、 义而言之即由孔子之人与梦子之心性章者而证实之。 是故人亦是体、故曰、人体、 而梦子之心性亦是即活动即存有者。 以上由论梦中庸亦转通而、 亦以言宋明如之主要课题、 成德之教, 并言其所弘扬之成德之教之书特。 此下再就宋明如之发展以言其分析。 十三。 本文中穆先生所言说的性与心, 是实体、 是形而上的, 能妙运万物而起宇宙深化之代用的, 所以言性上升至天道实体, 言心亦然。 主体性的实存活动又有了正成此天道实体的角色功能, 将一般言于功福论的心性主体, 说成了天道实体, 因其能以实践活动而正成天道实体为真, 故而其本身就即是此实体, 此处就是笔者所说的一切都成了纯善为理的存有了。 恐, 梦言人言心性是在谈本体功福论, 中庸, 异传, 谈成体, 神体, 固然是在谈慕先生所关切的天道实体。 没错, 这个实体也可以透过主体的实践而正其为真也是对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主体实践实坛的是气化成形后有气质存在的人心之作为, 而不是天道的作为, 固然天道是这个人心的超越依据, 甚至内在人心以为发动的主宰, 但人心还是血气心之之心, 因此有一套论与血气心之之心的存有论架构系统可说者, 即诸悉之语, 否则, 其不都成了百拉图的理行之以思维之形式在洁净空阔的世界中自我交流。 文中又说, 拥, 义, 的天道实体有恐梦的人与心性张者而证实之, 笔者以为, 说证实是在实践活动中之证成, 而不是由理论来证成, 理论只能说有所谓一致性的完成。 天道实体之可以证成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问题, 是主体的实践成功而能证成天道实体的价值意识, 而不是建构了功夫理论就是实践了即正成了, 因此, 论, 梦, 雍, 义, 确实有着理论的完成, 但不能说有着理论的圆满, 假使圆满是带着正成为真而排斥其他系统的意思的话。 可惜的是, 这却正是穆先生的意思。 自此以后, 穆先生即将带着功夫论的系统便视为可以证成的圆满系统, 而仅仅论于天道实体的系统都会在是否同时携带功夫论的问题上被穆先生界定位是否畏恐, 梦传统, 一级, 穆先生将实践与实践理论相混为一, 将实践理论的功夫论部分与行上学的本体宇宙论部分相合为一, 因而说, 拥, 义, 有孔, 梦之人与心性之内在实践的正成, 所以是圆满之教。 于是说行上学的成了说功夫论的, 说功夫论的又以说行上学的方式在表述, 从性说事即存有即活动, 从心说事即活动即存有。 功夫论与行上学相混在一起, 甚至也与境界论相混在一起, 于是以此为成德之教的书役, 并以之定位宋明儒学。 四, 成名道的一本论。 针对宋明儒学的理论建构之系统比较而言, 穆先生自从建立了, 论, 梦, 雍, 义, 以及, 大学, 的理论定位之后, 便以, 论, 梦, 雍, 义, 义以贯之, 道德的行上学, 为典型范本, 而谈论宋明儒学各家的系统形态, 并且, 一开始就是与劳斯光先生的意见直接对立的立场, 其言。 又先秦儒家是由论梦发展至中庸语一传, 而北宋诸儒则是直接由中庸语一传之圆满顶, 开始渐渐向后反, 反至于论梦。 人不知其通而为一知背景, 遂以, 北宋诸儒开始, 是行而上学的意味重, 似是远离孔梦实践之精神, 故事行而上学, 然却是先秦儒家发展至中庸译传所本有之, 道德的行上学, 故以论梦为抵具, 非是空头的, 知解行上学, Theoretical Metaphysics。 十四, 穆先生既以定位, 中庸, 译传, 为依据, 论, 梦, 而上岁的, 道德的行上学, 系统, 就当然也会对于北宋诸儒从, 中庸, 异传, 入手的体系建构是唯一是以道德的行上学, 以及是既有存有又有活动的实践哲学进入的行上学。 所以反对以北宋诸儒之说为一空头的行上学之定位, 说空头的行上学即是与主体实践无关的客观之解的说现象的系统, 而这正是劳斯光先生定位北宋周章二臣及南宋诸锡系统的意见。 沐先生以, 论, 梦, 拥, 拥, 通而为一, 因此也就定下了一个谈儒学的标准模型, 就是前文所述的, 即存有即活动, 以及, 即活动即存有, 的行上学与功夫境界论的混合体。 沐先生一级及此一点范形态做宋明各家系统的评价工作, 首先, 对于周连希的体系建构, 沐先生是大体赞扬肯定, 但小处有批评。 连希由, 拥, 义, 行上学以言圣人境界, 并因此谈出圣人的本体功夫论, 沐先生却只看到他的重述于, 拥, 义, 的本体宇宙论, 甚至对连希的功夫论话语义不胜肯定, 以及稍有指责连希语, 论语, 孟子, 的著述精神没有深刻的香气。 至于对张仔, 则是相当肯定他在行上学方面对立于道佛的儒学创作成, 陈旧, 却总认为张仔有主观说客观的力道仍上有差池, 因为还是从, 拥, 义, 入手的色彩太重。 沐先生说明道, 则是称许其以达元教的饱满系统, 但也就在这样的称赞中, 却最严重地透露出沐先生混淆功夫境界论与本体宇宙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做法, 参见其言。 至明道则两方面皆饱满, 无疑感义。 明道不言太极, 不言太虚, 直从, 于目不矣, 纯意不矣, 言道体, 性体, 成体, 净体。 手挺立, 人体, 知无外, 手言, 指心便是天, 净知便知性, 知性便知天, 当下便认取, 更不可外求, 而成其, 一本, 知义。 是则道体, 性体, 成体, 净体, 神体, 人体, 乃至心体, 一切皆一。 故真相应先情儒家之呼应而直下通而为一知者是明道。 明道是此, 通而一知, 之造行者, 故明道之, 一本, 亦是原教之模型。 从连西, 横渠, 而至明道是此回归之成然。 两方皆挺立而一知, 故是原教之造行一事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 此事顺先情儒家之呼应直下通而一知, 调是上岁之心。 十五。 明道之所言, 就是站在主体实践成熟之圣人境界上的说话, 故而在圣人心境中天道的价值意识本体就在主体的心中呈现, 故而木先生说其提出道体, 性体, 成体, 静体, 神体, 人体, 心体, 一切皆一的命题, 其实此一, 一本, 就是一在圣人心境中之一。 然而, 这却不是一个形上学的命题, 并没有那样的一个形上学的主张诸体是一而有命题与实证的圆满之可说者。 就概念分析而言, 道体性体心体是存有范畴, 成体人体是价值意识的概念而以本体说之而为体, 静体是本体功夫的纯粹化主体意识之作用以为体而称体, 神体是天道作用的特征以为体而称体。 木先生将价值意识的概念与存有范畴的概念与作用特征的概念都以形上学意味的体意说之, 这就是他的形上学中心的思路所致, 而这个形上学中心的思路又是功夫论特征的定位, 将功夫理论混合入形上学而说而人, 心, 性, 静的实践而震天, 成, 神的实体为真。 于是在下来论于一川, 朱熹之淳以形上学存有论问题意识的命题讨论时, 便会批评其中有见到不明之处, 故而有时建立到不足之师, 至于当面对陈朱真论及于功夫论命题时, 且又着重在功夫四弟及功夫入手问题时, 沐先生又因为对本体功夫及功夫四弟及功夫入手问题的不能准确释清, 故又予以批评而不能有公平的理解。 五, 成一川只存有不活动的理。 沐先生论于成一时言, 一川对于客观言之的, 于目不已, 肢体以及主体言之的人体, 心体与性体四均未能有相应之体会, 即不同于前三家, 亦不能与仙情儒家之发展相呼应。 他把, 于目不已, 肢体, 道体, 以及由之而说的性体只收缩提炼, 清楚割结的事, 只是理, 即, 只存有而不活动, 的理。 明道一说理或天理, 但明道所说的天理是就其所体悟的, 于目不已, 肢体说, 广之, 是就其所体悟的道体, 成体, 静体, 神体, 人体, 心体皆一说, 是即存有即活动者。 十六, 穆先生抓着一川言, 性即理, 之说, 指责此理此性是只存有而不活动, 实际上穆先生说的活动就是天道论的大化流行的宇宙论, 以及人道论的主体实践的功夫论, 说宇宙论及功夫论都要说即活动, 这是肯定的, 但是说价值意识的人意理之之为意存有范畴之天理之时, 则此一天理是狠守此一价值意识永不改变, 故而可被说为不动, 这就是存有论的问题意识, 说本体论则说其价值意识, 如说其为臣, 为人, 为善等意, 此处亦无所谓动不动的问题。 说功夫论则说本体功夫的实践命题, 当然要动。 穆先生和行上学与功夫境界论位移混合形, 而不许单在行上学层面谈存有范畴的存有特征, 这对哲学史的发展是不利的, 也是对哲学家的定位是不公平的。 穆先生说明道是以主体皆一, 这是因为明道所说者为主体实践后的境界, 在圣人心境中主体之心即性即礼即天道, 故而说为皆一。 穆先生自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说行上学的进路, 把存有即活动合一, 肯定谈功夫境界论的系统, 而否定谈存有论的系统, 这就是他的思路的特征。 穆先生谈一川右眼, 他把孟子所说的, 本心即性, 亦拆开而为心性情三分, 性亦只是理, 性中只有仁义理智, 仁义理智亦只是理, 人性爱情, 侧隐修恶等亦只是情, 心是实然的心气, 大体是后天心理学的心, 心与性成, 后天与先天, 经验的与超越的, 能知与所知的相对之耳。 心发而为情, 心义有两个重要的触角, 仪是后天的偶然的收敛凝聚, 由此说静, 说涵养, 仪是心知之明, 由此说智之格物。 孔子的人亦只是理, 以公说人, 公而以人体之便是人。 此全部与其老兄所体会者不同, 实体性体只是存有论的理, 而心与性不能一字此时。 功夫之重点落在大学之智之格物上, 总之是, 含养须用静, 静学则在智之。 此极丧师论梦中拥一转通而为一之静以及其主导之地位, 而居主导之地位者是, 大学。 十七, 穆先生对伊川思路的叙述, 其实十分精准清晰, 但这一路说下来就是让人们看到伊川确实是在处理存有论问题, 是在处理所有存有范畴的概念之间的定义与关系的问题, 概念定义处理好了, 自可拿去用于谈本体宇宙论, 功夫境界论, 因此存有论的讨论亦可说是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谈出来以后的哲学问题发展的必走之路, 是宋明儒学的进步, 而非别子。 穆先生说孟子的, 本心即性, 被伊川分为, 心, 性, 情, 其实, 本心即性, 亦是存有论命题, 若说是血气心之之, 心, 之做了功夫以后而, 即性, 此是功夫论命题, 但若说是心之纯粹至善的良知良能之本心之即性, 则根本是套套逻辑, 本心的概念本来就是性善之性的意思, 说, 本心即性, 便成为存有论的概念解析, 而做功夫的心当然必须是, 实然的心气, 否则纯粹至善的本心, 它就是性, 那么它还做什么功夫呢? 做功夫是主体的事业, 主体是实然之心气, 此处才有做功夫的意义在, 一旦论即做功夫, 则此心即将追求与至善本性的性体合一的理想, 此时心即异于性义。 然而, 穆先生不许存有论思路, 只关心实践哲学的一路, 但却讲成了只能使以成圣境的层次上,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 穆先生特殊形上学的思路造成的是一个摆拉图的至善理型的自我意识之流, 反而是谈不到真正的功夫论的问题上来。 陈一川说, 人性爱情, 亦是在做存有论的概念解析, 并无反对功夫论的任何主张, 至于牧生蒋一川旨意, 大学, 为主而不以, 论, 梦, 主导之说亦不恰当, 这事不能正事, 大学, 知论于功夫者是以外王为目标, 也不能正事, 大学, 知论于功夫者是以功夫四地为主题, 而依川存有论的命题立场也根本与他的功夫论的功夫四地说的, 大学, 权势立场没有关系, 把心性情三分的存有论与先知后行的功夫四地论结合, 这只是发生在牧先生有所误解下的特殊连接而已, 又见其言, 比有取于中庸义传者只是由之将道体提炼而为一个存有论的理, 比所取于论梦者亦只是将人与性提炼而为理, 而心则沉落与傍落。 此一套大体是实在论的心态, 顺取之路, 与前三家远矣, 亦与先情儒家论梦中拥一传之相呼应远矣, 此一系统为诸子所欣赏, 所继承, 而且予以充分地完成。 此一系统, 无名之约主观的说是静寒静社之系统, 客观的说是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 总之是广社系统, 而非纵贯系统。 此方是有一点心的意味, 此是其初转向之心, 而非调是上碎之心。 此是以循子之心态讲孔子之人, 孟子之心与性, 以及中拥一传之道体与性体, 只差循子未将其所说之理与道士, 性理, 而此字不是儒家之大宗, 而是别子未宗, 也此一系统因诸子之强力, 又因其尽于常情, 从来遂尘, 宋明如之正宗, 实则是以别子未宗, 而望其出也。 十八, 穆先生说伊川讲的道体是存有论的理, 此说正确, 只是存有论的理并不妨碍在本体宇宙论及功夫境界论下是会发挥作用的, 因为这根本是不同的问题意识的言说进路, 是穆先生强将伊川说存有论的命题从本体宇宙论及功夫境界论的脉络中来解读, 而指责伊川之命题没有活动的宗旨, 这当然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措置。 事实上, 穆先生对伊川论学中有别于他家的特色及所标出的重点其实不误, 只是穆先生有一自我定义的标准形上学说法, 故而对伊川之所说有所批判, 其实, 就穆先生所关切的本体宇宙论的纵冠系统以及功夫论的逆绝体证之说, 伊川与朱熹皆是有所论及的, 唯一有别的是, 伊川、朱熹所谈的存有论系统他家不及深谈, 且穆先生不喜而已。 穆先生说其为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沉栽思言, 说是净寒净舍意无误, 只是说净寒是功夫论问题, 不应相混, 而说净舍是存有论问题, 则亦却而无误, 只是沉株并不只有这一路的理论言说而已。 至于穆先生说其非纵冠系统之意, 是说其非论于本体宇宙论的天道大化流行及功夫论的主体实践, 就此而言, 其实这两个层面的哲学议题及命题, 依川与珠希都是肯定保存, 未有反对的。 穆先生说陈珠为别子, 时事态有道统一式与别一高下的心态下的说法,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 当可免于此种心态以论学矣。 六, 胡武风的以心者性 对于胡武风, 穆先生说武风之学是, 以心者性, 逆绝体振, 乃成名道之学, 而敬畏珠希所疑, 故而穆先生积极地为胡武风之命题建立纵冠系统的形态定位, 其言。 但难度后, 胡武风是第一个消化者。 武风道却是陈北宋前三家而言道体性体, 陈由中庸义传回归于论梦之源满发展, 即陈明道之源教模型, 而言以心者性, 静心臣性, 以明心性之所以为义为原者。 明道只是圆顿的平, 而武风则先心性分设, 正是言心之行者义, 以心者性而成性, 以明心性之所以义。 心即孔子之人, 孟子之本心也。 性即由, 于目不矣, 肢体而言者也。 故言, 性天下之大本, 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 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傲也, 成成天下之性, 性立天下之有, 而于心, 则言永恒而变在, 心也者知天地载万物已成性者也, 人者人所以消天地之机要也, 圣人传心, 教天下以人也, 圣人, 静心者也, 故能立天下之大本, 而于功夫, 则重在, 先实人之体。 重在当下指点以求其放失之心, 正是言, 逆绝体正, 以赴其本心以, 道德实践之本质的关键, 正应的功夫, 此语依穿珠子之顺取之路根本有益, 部落于大学之教制之格物严也。 此一系统无论是, 以心者性, 一面, 或是, 逆绝体正, 一面, 皆是直成名道之原教而开出。 宋明如中最后一个消化者流极山一世此路, 北宋三家后, 一头一尾, 两人相隔如此其远, 然而不谋而合, 亦云其矣。 流极山从未提过胡武丰, 为武丰之学为诸子所不弃, 作, 知言一意, 以一知, 十九。 穆先生说武丰之, 以心者性, 静心臣性, 之命题, 是在理论上达至心性合一之命题, 然比者以为, 这就又是穆先生的行上学中心的思路过于僵化所致。 以心者性, 不见于武丰文句, 是穆先生之注词, 静心臣性, 也是何词? 这些都不妨, 重点是, 这都是本体功夫的命题, 心性皆是存有范畴的概念, 沿着性, 沿进心臣性都是沿于本体功夫, 这都可以被说为是武丰功夫论之言说立场, 但却不能因此而为其有意行上学的心性合一之立场的主张。 行上学问题多已, 必须要有清楚的行上学问题意识才可说有心性之合一或不合一的主张之立场可言, 实际上, 实际上, 就以心者性, 实际上, 即使是穆先生的重大混淆之处, 心统性情, 知存有论命题, 是对心性情三概念之关系的讨论, 既然是做概念分析就当然是要分说的, 但这绝不会妨碍在功夫境界论上能有合一之立场之主张 因为问题根本不同 穆先生说的五风之功夫是识人 求放心 其实五风言功夫之命题就是以静心 静性两概念为主要的用语模型 穆先生以求放心 为儒学研功夫的基本模型而说了 逆绝体症的命题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说儒家功夫最终原型的恰当用词 孟子固然说求放心 但不也言于阔而冲之吗 当气化时然之心在于放尸状态 因着本体是善 故而求回即逝 故说求放心 而意味逆绝体症 但是当气化时然之心在于纯善的状态时 则是阔而冲之 是静心 因此根本不必以逆绝体症说未功夫的根本意志 如此也就更无须说此一逆绝 于是与陈珠之顺取者有别的话了 以陈珠之顺取是走 大学 革智之路之一指 此一幕先生从来就不相应 此呆后文在与祥述 最后 朱熹不弃武风 皆是武风用词散漫 而朱熹系统已成 故而误解而至批评之所致 并不是两者真有什么立场上的根本其意 这一部分确实是朱熹批评太过耳识 七 向山与扬明的主观面挺立 至其说向山 则为 向山与扬明既只是一心之朗线 一心之伸展 一心之辩论 故对于客观的字 于目不已 知体言道体性体者无甚兴趣 对于自客观面根据 于目不已 知体而有本体宇宙论的展示者 有无多大兴趣 此方面之功利学历皆差 虽其一心之辩论 充其极 以伸展至此境 此意是意圆满 但却是纯从主观面伸展之圆满 客观面就不胜能挺立 不免使人有虚欠之感 自此而言 似不如明道主客观面皆饱满之 一本 亦所显之原教模行为更为圆满而无憾 盖孔子与孔子皆总有一刻观而超越的言之之 天 也 此 天 如不能被平除 而又不能被吸纳进来 即不能算有真实的饱满与圆满 事则中庸一传之圆满发展当系必然者 明道之之下通而易之而铸造原教之模型 一当是必然者 而由此原教模型而开出之 以心者信 义 武风学 以及山学 一当是必然者 自向山阳明而言 则不需要有此回应 但成明道之原教模型而言 则应有此回应以明其所以为义为圆 以真实化其 一本 与圆满 自此而言 向山阳明之一心辩论 一心伸展 使真有客观的落实处 而客观的挺立以 自此而言 武风及山与向山阳明是一元圈两来往 前者是从客观面到主观面 而以主观面行者而真实化之 后者是从主观面到客观面 而以客观面而挺立而客观化之 两者何而为宋明如之大宗 皆是以论梦中拥一传为主导也 若分别言之 则武风与吉山是有脸西 横渠 而至明道所成之原教模型之嫡系 而向山与扬名则只是孟子学之深入与扩大也 如不能把孟孟之天 并除 则中拥一传之原满发展为合法者 明道之原教模型亦合法者 武风及山之 以心者信 知回应亦是合法者 如不能断此为歧途 则此两系最好是唯一圆圈之两来往 须知在成德之教中 此天自知尊严是不应减杀者 更不应抹去者 如果成德之教中必含有益 道德的行上学 则此天自亦不应抹去或减杀 须知王学之流弊 即阴阳明于此处稍虚欠 故人提不住 遂流于须玄而荡 或情食而四 及山及于此着眼而归险于密 也 此为无知叛语 此为内圣之学自救之所应有者 以博学是功来不救 相则斥 则未离题 而向山于此稍虚欠 故记起诸子之则斥 而父不能顺通诸子之臂而豁醒之也 二十一 本文在说向山学的特征 说向山学在本体宇宙论的客观学方面 甚未缺乏 但向山学又确实是孟子学的直接彰显的形态 而孟子学又绝对有天道一面的理论意涵 故而孟先生之意识是向山之纯孟子学之开显 亦将达至客观面之挺立的理论结果 本文之陈述中 孟先生表现出对于本体宇宙论的天道客观面的绝对要求态度 无论如何都要保留它的存在与作用 除了孟子 向山 阳明一系之外 就是武风 吉山的另一系 后者是先讲客观面再讲主观面 前者是指讲主观面 但应有客观面的落实 因此武风 吉山与向山 阳明两系应何谓一系 对于这一段文字 孟先生的重点还是 成德之教 之说谓一套 道德的形上学 的思路在主导的 然而孟先生不仅对 论 梦 之权是要说起 有向天之发展的意义在 对于 拥 意 之本身的形上学命题 即说起有来自 论 梦 之人 及心性之向上发挥的结果 而当讨论 道明道时 就对明道本来是 言于圣人境界的 天道心性之融会 合一的命题 更视为是最圆满的 行上学的原教形态 甚至当其说道向山 杨明之指说集主体一面 而未集客体一面的系统时 还是要强调其结果必有客观面的 天道实体的理论效果 一级 孟先生非常重视由天道实体说的 本体宇宙论之 道德的形上学 意涵 而这个系统是以 论 梦 的心性人体 以及象山 杨明的一心之声展辩论之主观面 及中庸 一传 言于天道之客观面 共构而建立起来的 穆先生如此重视天 其实就是因为穆先生要建立 儒家的行上学 所以需要系统中 有此一天概念所指设的 整体存在界的意涵 此外 又需要儒家行上学 有其可以正立的条件 因此 就极力推尊 论 梦 忠言于人与心性的实践活动之话语 所以天与实践都是必要的元素 就此而言 穆先生才能说 多阳明系统中本来少于言天的结果就会管设不住 而导致其后学的情实狂荡现象 而象山意是此一言天之面相稍有不足 逼者以为 并不存在 道德的行上学 知圆满行 被穆先生所说为圆满行的多位说圣人境界的命题形态 而孔孟雍一周章二臣诸路亡流 一家一家各自有其哲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之重心 不需建高下 也不需立分析系统 就是这个高下分析的问题意识让穆先生制造了不必要的理想形态及不理想形态的差异分别 八、宋明如学的分析 以下,即讨论穆先生建立了说宋明如学的三系说系统 其言 依以上之疏通 宋明如之发展当分为三系 依五风及三系 此尘有脸系、横渠 而致名道之原教模型 一本意 而开出 此系客观的讲性体 以中庸一传为主 主观的讲心体 以论梦为主 特提出 以心者性 亦以明心性 所以为一知识 以及一本原教之 所以为原之宝 于功夫则重 逆绝体正 二、向山阳明系 此系不顺 由中庸一传回归于论梦 之路走 而是以论梦射 而以论梦为主 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线 一心之伸展 一心之辩论 于功夫 亦是以 逆绝体正 为主 三、依川诸子系 此系是以中庸一传 与大学和 而以大学为主 于中庸一传 所讲之道体质收缩 提炼而为一本体论的存有 即 只存有而不活动 之理 于孔子之人 亦只是为理 于孟子之本心 则转为实然的心气之心 因此 于功夫特重后天之涵养 涵养须用静 以及格物质之之认知的横设 静学则在质之 总之是 心境里名 功夫的落实处 全在格物质之 此大体是 顺取之路 二十二 这一套三分系统 最特出的就是第三路 即一川珠子系 几乎所思所言皆与前二系不类 然比者以为 事实不然 前二系亦有穆先生为及言出之差异在 而第三系亦有与前二系相同的形态在 关键集在穆先生分析的问题意识思路及立场 说宋明如各系以那不先情著作为主的做法意识有待澄清 穆先生对 穆先生对论 穆 穆 义 的定位当可在意 但大致不差 为 大学 义书被穆先生定位为内圣之路不明 以致开放全世之说颇有不当 因为穆先生自己已经确定是要从内圣之路讲儒学 而将外王之学收摄于内圣之路上讲 但是 大学 明确地是一套外王学为目标的儒学功夫四地论系统 此意穆先生始终未能掌握住此其一 其二 穆先生讲的从客观到主观 从主观到客观之说法 其实就是客观的天道论的本体宇宙论系统与主观的主体实践的功夫境界论系统 此二形态在一川 珠子系统中皆是实际存在的理论部分 只是陈珠另有穆先生所说的存有论系统的命题建构 表面看上去不同于说天道论及功夫境界论的语词 但是 也并未有对立和格于天道论及功夫境界论之立场与主张 穆先生所以为的对立差异皆是以向山与珠子争辩之意见为依据而说的 此外 穆先生于功夫论问题中不分本体功夫及功夫四地 事实上还有境界功夫及具体操作方法的知识 智慧都是功夫论问题中的不同项目 这些不同项目之间并没立场的对立 只是有不同的问题层面与言说路径而已 而这些不同的路径层面是不存在理论意见的对立的 只是诸路二人互有人声攻击 详细解析之后 并不能说两人之想法中存在着真正的理论冲突 至于穆先生以逆绝体证说如学功夫的宗旨 笔者前文已说及此 如学功夫宗旨应说其为本体功夫即可 并无需以逆绝体证说之 其一 说逆绝与说阔而冲之皆是本体功夫 偏向逆绝将不见如学功夫的正大光明面 其二 体证是功夫实践活动对理论之实证 这与功夫理论本身还是两回事 穆先生有把谈功夫论的系统及当成是能实证形上命题的系统 因此认为向山阳明之说有其实证性 而成诸系统缺乏 其实有逆绝体证之说功夫论形态 则是所有如学系统的共同形态 以此简别成诸 路王是不准确的 而逆绝体证也就是本体功夫 成诸一样有本体功夫的 不只是一样而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如学的功夫论就是本体功夫 而有别于身体锻炼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 只是就此本体功夫中人可在谈具体操作方法 入手方法 功夫四地 境界功夫等不同的项目的功夫论知识 这样才是能形成丰富的如学功夫论的面貌 总之 穆先生对成诸之化为第三系的立场 充满了误解扭曲 需要极为费力的疏解与重建 尤其是将成诸说存有论的形上学 与成诸说功夫四地论的知行说结合 更是穆先生自己的诠释跳跃 穆先生又批评第三系言 此第三系 若字体上言 则根本有偏差 顺其意而成之 则亦可说是转向 即转成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 System of Ontological Being 若自功夫言之 涵养与智之意 亦有补充助缘之作用 因无人意总有后天之心也 此意须涵养之境 以收敛凝聚之 以始之常清明 此于道德实践之称体而行 纯一本心性体而行 亦有助缘之作用 但 智之 方面则须有简别 自此而言 照顾道实然的心器 则其所成者是主治主意之以之定型 是海德格所谓 本质伦理 是康德所谓 他律道德 此则对儒家之本意言根本为其出 为转向 此处不能说有补充与助缘之作用 但因其在把握超越之理之过程中 需通过 格物 之方式 在格物方式下 仍可脱代出一些博学多文的经验性的知识 此则于道德实践有补充助缘之作用 但此非衣穿珠子之主要目的 但意未能十分简别的开 常混在一起说 是极所谓 道德学之意也 二十三 本文定位成诸之学重点有三 其一为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其二为主治主意之之行观的功夫论 其三为他律道德说 他律道德后文再论 以下先说第一项 并和前文之讨论 穆先生说 陈珠建立了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此话之意即是说 陈珠在讨论概念之解的存有论问题 此说笔者同意 只是陈珠不只是说这种存有论问题 陈珠一言及本体宇宙论及功夫境界论问题 因此不能说陈珠谈存有论问题 就是体上有偏差 这是穆先生直接接收向山批评 朱熙事件道不明的指责之权势的发挥 但重点是存有论的命题 并不及对立差异于本体宇宙论命题之意指 因此谈存有论并无建道不明的缺失 谈建道的问题是 对本体是否是仁义理智之认识 以及是否能笃行之 这才是建道与否的问题 因此向山之说其实是对朱熙的人生攻击 说其不能实践 而穆先生却已谈存有论等于是否定实践的立场 说陈珠谈理成了只存有不活动之理 以及陈珠谈心成了血气心之之时燃心气之心 这就是穆先生的特殊哲学思路限制下才能有的发言 存有论言 天道实体是一纯善无恶之理体 此理洁尽空阔永恒不变故说其不动 不动指其不改意 并非指成诸主张天道不动 至于此心是气化时燃之心之说更不应受到批评 谈功夫本应就一般人性存有者的主体处说 此即一般人之主体心 此即一气化时燃之心 穆先生关切纯粹至善的天道实体与主体的实践活动意 所说之心已是本心 然本心即性 本心概念即是性概念 说本心概念即是性概念 即天道成体概念之活动是没有意思的话 不携带主体血气心之之心 与不携带气化现象世界的活动根本非观重点 因为这又等于没有落实到现象世界来真实经验及实践了 若要真的说功夫 则必然是就着一般人的主体的状态为善去恶来说时 才有真的说到功夫的意义 否则一个纯善的性体的自我活动是没有功夫的意义的 有的只是境界的自我流出而已 所以若要说本心即性即天道实体之活动是有意义的 那就是要说圣人的境界状态 但圣人的境界并不是行上学的命题 只是穆先生自己确实是以圣人境界来说行上学的圆满的 这就是穆先生在哲学基本问题讨论上的错置与混淆 就功夫论而言 陈珠强调的智之功夫正是来自大学之所重者 这是将平治天下的大人功夫之始点 故以格物质之说 就其以知定型而言 其目的还是行 且须是行之完成才是知之完成 此即知是始点之意 此即功夫次第之问题意是下的命题 穆先生却以格物质之通于穷理 而为陈珠之言格至穷理是要穷纳本体论的存有之理 穆先生此说是将陈珠的存有论哲学与其功夫次第论做了过度的连结 这两者在陈珠系统中当然不能是没有关系的两回事 格至穷理功夫是可以说成是在一物有一物之理的存有论的预设下 去做经验之之的取得 但也绝不只是经验之之 而是以价值意识确断经验之之的使用的德性之之 此之才有格至之之后之成正修其制平的功能效用 因此并不是如穆先生所说的在思辨的求存有论之之时 无有道德实践之辅助作用 以及在格物质之的研究经验之之的时候 仅有道德实践的辅助作用 事实上是格物质之本身就是道德实践的活动 因为它是十五、二十岁以后的成年人之格至成正修其制平的一整套内圣外王功夫的系统 穆先生立场鲜明的以陈珠非如学正宗又见其言 无人所以不适一穿诸子学为儒家之正宗 为宋明儒之大宗 即因其一将知识问题与成德问题混杂一起讲 寄于道德未不测 不能显道德之本性 赋于知识不得解放 不能显知识之本性 二、因其将超越之理与后天之心对裂对焰 心认知的设距理 理超越的绿岛心 则其成德之教 故应是他绿道德 亦是建模建习之建教 而在格物过程中 无论是在把握超越之理方面 或是在经验之事之取得方面 仪式皆成、成德之教、知本质的功夫 皆成他绿道德之建教之决定的因素 而实则经验之事本是助缘者 二十四 本文谈成诸非如学之正宗与大宗 然而 是否为正宗或是否为大宗都是标准的问题 标准在哪里意见就在哪里 此暂不申论 至于说成诸将知识与道德混杂 则以述之余前 那就是穆先生不能正视功夫四弟问题 在成德之教中的理论意义 而穆先生只管本体功夫一路 并将知语本体宇宙论的思路结合为一 道德的形上学 之系统 穆先生以此为唯一的道德实践问题的理论模式 故而对先知后行的大学功夫四弟论有所批评 至于说成诸题超越之理与后天之心之对裂 其实是存有论讨论中提出超越原理与人存有者之气化 实然之心理论上没有任何错误 说心认知的社剧理 这是存有论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思辨活动 本来就不是在谈功夫活动的问题 说理超越的绿岛心 这也只能说是天理集在人性中以为人之本质 而心统性情故而有理绿岛心之说 但这也还是存有论讨论 本来就不是功夫论问题 即非谈道德实践问题 则又何来他律之说 谈本质是存有论问题 谈功夫才是道德实践问题 因此何来本质功夫之他律之说呢 穆先生整体的评价了朱熹的思想形态 总结的言之 以上六点 如在收敛而为一点 则只是对于道体不透 因而影响功夫入路之不同 此所谓一处不透 处处皆一也 所谓不透是对原有之一说 若就其自己所意味者言 则亦渗透 此所不透之一点 说起来亦甚简单 即在对于形上学的真体 只理解为存有 being ontological being 而不活动着 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 但在先情就意以及 脸膝 横躯 明道之所体悟者 此形而上的实体 散开说 天命不已知体 一体 中体 太虚 成体 神体 心体 性体 人体 乃是 即存有即活动 者 在诸子 成体 神体 心体 即不能言 此事差别之所由成 亦是系统之所以分 此为无疏权表 此其学术之中心观念 一 只存有而不活动 说 则依穿 珠子之系统 为 主观的说 是近寒近设系统 客观的说 是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 简言之 为横设系统 一 即存有即活动 说 则先请就义 以及送 明知大宗皆是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道德的创生的直观之系统 简言之 为纵观系统 系统 系统记忆 含于其中之功夫入路意义 横设系统为顺取之路 纵观系统为逆绝之路 此其大教也 25 本文之重点集是指出 对道体之体物是会影响功夫的 但是笔者认为 影响功夫之道体者主要是价值意识之本体的本身而已 就道体作为一个抽象的存有之概念 范畴之讨论 实无观功夫 因此意绝不影响功夫 至于穆先生主张儒家之言于道体之即存有即活动之意者 陈诸学中不见有反对此意之说 其实意不能反对 只是其所重视并未学界所强调之主要问题并不在此而已 论于道体之即存有即活动意者 首先就天道论说是可以的 其次在圣人境界状态中说也是可以的 然而 陈诸并未主张道体只存有不活动 只是就道体论道体之存有论 特真实有此不动意之言说 然虽有此言说 却仍不妨碍道体在天道流行 即主体实践时即是要活动的 然而一旦论即活动 即要定出活动的主体 天道可以是一个主体 则其活动即是整体存在界的流行演化 仍存有者是另一个主体 则其活动或为一般人的为善为恶之生活 或或为善去恶之功夫活动 令即或为圣人的境界展现 因此道体之活动 依旧是天道流行 即主体实践两意 而活动是主体在活动 因此还是气化世界的整体存在界 以及有血气心知之人存有者在活动 而不是道体一体神体虚体成体人体性体心体在活动 如果这些概念都是指向本体的存有范畴的话 那么其实都不是这些概念在活动 反而是现象世界的气化流行在活动 是气化世界的存在界 与人存有者在活动时 依据价值意识的本体所主张之方向 而为活动 如说为本体自身之活动 而不同时携带现象世界的气存在的话 这样反而成了理型在超越界的自我交流 而不具现实意义了 但是 穆先生却特就活动 亦决定陈珠 陆王之别 则是将陈珠之言于存有论的命题立场 说成了实践哲学的问题 而说陈珠有不活动之立场主张 这当然是问题意识的错置 并就在陈珠存有论的讨论中 将此些命题立场 与陈珠之功夫四地论作结合 于是穆先生自己定出了一个 横射系统的形态给陈珠学 且说陈珠才真是宋明儒学之心意 以及陆王周章等是准确继承先情 故而非心 但却才是正宗其言 依先前之说法 见到不见到 体上功夫足不足 本体透彻不透彻 端在是否能体悟 即活动即存有 知实体 知离不知离意系于此 心性一不一 心理一不一 意系于此 凡此 一般皆能感觉得到 无知全表意如此归结 此所谓不被常识也 唯无能全尽而确定的说出之 此意并非真容易透彻明白也 然则无畏衣穿 珠子之系统道有一点 心的意味 非随便妄言也 此步心开 虽对先情就义以及诵 明如之大宗未不和 然并非无价值 珠子之系统一自有其 庄严宏伟处 如其本性而明彻之 亦当属可喜之事 非贬是也 此两系统一纵一痕 亦经亦为 经之纵一需要伟之痕来补充 此两系统 若对立地看 恰似西方之百拉图传统 与康德传统之义 前者 海德革命之曰 本至伦理 后者 海德革命之曰 方向伦理 此两词甚善 不误也 先情就义以及诵 明如之大宗是方向伦理 而衣穿 珠子之心开 则是本至伦理 唯在西方 本至伦理先出现 而在中国则后起也 中国以 方向伦理 为大宗 此康德传统 在西方之所以未精觉 而自中国如学观之 又所以未可贵也 然希腊 传统在西方为大宗 义正有其值得 无人之崇赞与倾慕者也 无人亦如此看珠子 二十六 笔者不反对中西有别之议论 也不反对西者史上的方向伦理与本质伦理之区别 但是究竟方向伦理与本质伦理如何应用于中国陈珠 陆王学之界定上 并且各事和一之界定 则是上呆澄清 穆先生文中固有言于精伟互须互补 然查其更多言辞意见 其实是不见道且知理又为其出 则又有何补充之助力功效而为其赞赏者 不见道者又如何有所补足于见道者呢? 知理又有何补足于不知理者呢? 依穆先生之陈述方式 心性是一是二级是对立之立场 心理是一是二一是对立之立场 透不透彻一是对立之立场 穆先生其实并没有留给陈珠之理论有重要角色扮演之空间 所以这段话看似给陈珠学一个精伟互补的空间之肯定 其实并不实惠 9. 结论 本文对于穆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书中的观念进行方法论反省 企图从他所有的概念使用背后的问题意识之揭露说起 逐步发掘穆先生其实就是建立了一套自己特殊使用的形上学概念模型 将功夫论色入形上学中从而挑选比较陈珠、陆王的高下 既不能独立地建出功夫论的思路脉络 又不能清晰地呈现形上学概念的意识 反而造成传统哲学在诠释与理解上的偏差 因此 当代研究 应该区分功夫论与形上学的问题意识 降之分开讨论 并且在功夫论中区分功夫论与境界论 并且在形上学中区分实践哲学的本体论与咒论 以及思辨哲学的存有论问题意识 从此对陈珠、陆王的意同 既能别其意 又能不必使其在差异中有对立 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目标 然木先生著作庞大 每一段文字中都蕴含了所有的思想系统的思路 分析书解释十分不易 不得已仅能以本文之逐端分析的方式进行 篇幅已多 暂结于此 一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正中书局发行 1968年第一版 页二十九 二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页三十 三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三十年三月一 四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三十一年三月二 五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三十二 六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第一册 夜三十三 七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三十四 八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三十五年三月六 九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三十七 十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三十八 十一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 十二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一年四月二 十六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二 十四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二 十五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四 十六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四 十七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四年四月五 十八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五 十九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六 二十 参见 杜宝瑞 小鱼 对朱熹在 知言一意 中批评胡鸿的方法论 反省大鱼 台大哲学论 平第三十七期 二零零九 年三月 二十一 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七年四月九 二十二 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八 二十三 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四十九 二十四 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五十年五月一 二十五 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五十八年五月九 二十六 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第一册 夜五十九 星体与性体 一十五 目中三 星体与性体 感谢观看